思辨读书会是一个公益性的非盈利的读书组织 我们成立于2016年10月份 我们坚持每两周分享一本好书 然后目前已经举办了105期的活动 我们读书会的宗旨是凝聚全球书友 分享有价值的思想 让思考更自由 让精神更独立 也让终身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现在的活动形式分为线上读书会 也就是现在您在参加的这种活动 每两周会进行一本好书 或者是一个话题的分享 话题将会串讲多本书 以及串联嘉宾的一些生活和人生经历 线下读书会 这个是不定期在纽约和硅谷和北京 举办的活动 近期我们会在纽约举办一期读书分享活动 应该是关于金融或者历史的话题 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 扫码加右边的这个小助手 然后回复纽约关键字 然后我们会拉拧进线下读书会的这个组织群 另外呢右边还有一些就是如何加入到读书会组织 以及成为志愿者 或者是成为今天这个分享嘉宾的这个关键字的一个图 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有扫码关注 然后读书会的话呢 那往期的一些内容我们都发布在如下平台上 比如说视频内容呢 我们发布在了B站以及YouTube上 然后我们的读书笔记会发布在幕部剪书 然后也在陆续开放这个知乎专栏 还有豆瓣读书上的专栏 这里的话是我们往期书籍的一个概览 我们的书籍有包括科技类 技术类 自我提升类 人物传记类 也有哲学艺术类啊等等 这些人文相关的话题 这里是有我们过去的讲师展示 然后有我们这里有一部分是长期领读者 是读书特别多的小伙伴 然后经常会来读书会这边分享自己最近读过的书 然后也有部分过去的讲师的展示 有图书的作者 然后也有公司的这个高管 然后也有在职人士和学生 所以我们对领读者这边的话是 只要你有意思的话题 有干货 我们都非常欢迎你来分享 然后这是思辨读书会最近 开通的一个公众号 我们公众号上会发布所有的未来的活动预告 以及也在陆续上线过去的读书笔记和视频 然后也有关于读书会的详细的介绍和加入方式 我会在这个页面再停个五秒钟 如果还没有 还没有关注的小伙伴可以扫码关注一下 好 那今天的这个思辨读书会的介绍就到此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今天分享的这个主题 也就是我们第105期活动 13本书带你走进高校阅读 零基础写作和个人成长 然后在这次的分享活动里的话 林尤会带大家介绍一下 是如何能够进行这个高校的阅读 比如说做到每周至少读一本书 然后如何从零开始 开始你的写作生涯 以及如何通过写 通过阅读写作等等 来实现个人的这个成长 发现自己 然后成为更好的自己 今天的嘉宾林尤呢 是一位职业读书人 然后林尤阅读速度惊人 每天至少读一本书 然后同时呢 他也有一个公众号 是叫书与人间 上面会发布很多自己读书的一些笔记啊 感想啊 还有方法啊等等 大家可以在我们分享结束的时候 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二维码的展示 倒是可以扫码关注 输入人间 然后我呢 是今天的主持人 然后我是四边读书会的创始人 我喜欢阅读和思考 当前在美国硅谷这边 从事科技行业 那今天的这个介绍环节就到这里结束 接下来请林尤分享一下你的屏幕 然后也可以打开摄像头 跟大家亲切的来个互动 然后在这个切换的中途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Zoom软件的工具栏上 应该有一个QA 或者中文的话 应该是叫问答的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呢 你可以在上面 对今天的话题 如果有任何疑问的话 或者是有任何想要分享的文件 可以在QA上面打出来 然后在我们分享的尾声 我们会对QA进行一一解答 您有在吗 林尤在吗 哈喽林尤 哈喽林尤 您要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喂 大家稍等一下 我们正在进行这个PPT的切换 好吗 好啦 有什么事 進行 谢谢 出唐 会议室里的各位小伙伴们 大家晚上好 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 和大家分享 我在高校阅读 零基础写作与个人成长方面的感悟 并且在分享期间 我将为大家带来13本好书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 那么欢迎在分享结束后 把你的问题呢 发到下面的那个question里面 然后我们的主持人 Shirley小姐姐 她会搜紧你们的问题 然后并由我来进行一一回答 在分享以前 请允许我向大家 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叫武林瑶 赵玲儿与李逍遥的林瑶 所以大家以后叫我林瑶就好了 我呢现在是一位 十分钟陪你读懂一本好书的职业读书人 也是每日读一本书 日更文艺篇的践行者 在这里呢 我想先跟大家讲一下 这是什么是职业读书人 我想跟大家从我的工作 来聊一下这个事情 每天呢 我们现在一般会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与知识付费平台的 大号们的编辑们进行一个对接 问他们是否有好书的稿件 需要我们的解读 这些平台呢 一般都有像是凡登读书会 得到十点有书 还有词华读书会一类的平台 所以说你们如果有一天在网上 听到了就是他们的一些 共读类的稿件 那可能就是出自我们的 之手 然后呢在进行了一个对接之后 我们会按照样稿和编辑的要求 来撰写一本书的解读稿 在解读的期间呢 我们呢也会就是不停的去向 编辑去询问一个反馈的意见 以确保稿件的质量最终符合他的验收要求 而一旦顺利的过稿的话 这篇稿件呢就将会发到这个平台上面 然后供更多的小伙伴们阅读 所以说呢我们其实是知识与读者之间的一个桥梁 所以说呢今天我希望给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是 13分钟带你走进高效阅读 零基础写作与个人成长 我的分享呢包括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是一位读书人的自白 我将在这里呢与大家简要分享 我为什么会选择职业读书人来作为我的事业 第二个部分呢则是阅读力 我将用四本书带你走进高效阅读 希望在听完这一部分的分享后 你也会发现原来每天甚至每周来读一本书 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第三个部分呢我将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 与大家谈一谈如何写作 并且用三本书来助你扫清写作的障碍 让你的写作像说话一样轻松自然 在第四部分呢我将和你聊聊 在焦虑的时代里面我们如何做一个明白人 知道自己是到底想要什么 然后一点一点的经营得到我们想要的生活 首先我想跟大家简单的聊一聊 这是为什么我会选择职业读书人来作为我的事业 这个可得从我小时候说起 在我刚出生的时候 我的父母呢他们十分的忙碌 于是呢便把我送到了外公外婆家带为抚养 我的外公他既是一位高校的校长 也是一位满老子都是故事的有趣的一个老头 所以说在我年幼的日子里 他总是会把我抱在膝盖上 给我讲西游记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里的故事 也是多亏了他的讲述吧 我才认识了一博云天的关云长 足智多蒙的诸葛孔明 还有贪吃 但是却有趣的猪八戒 真是小时候的故事呢 才引发了我的一个巨大的阅读兴趣 其中呢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 他可是我的忠实 因为我觉得吧 他那一方面他很聪明 未出茅庐 便知天下三分大事 并且更重要的是 他是一位有德之人 始终牢记着刘备刘玄德的一个 知遇之恩忠心耿耿的辅佐后主 直到生命终结的那一刻 所以啊 当别人问起我是否追过心的时候 我总会笑着和别人说 当然 我的偶像可不是别人 那是大名鼎鼎的诸葛孔明呢 后来呢 在我幼儿园的时候 我回到了父母身边生活 在我的家里呢 有一个巨大的书房 里面可能得有个 几百上千本藏书吧 而在我 我放学和我的假期里面 我觉得躲在书房里面看书 那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了 我也借此个机会 读遍了很多的书 其中呢 有两本书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本的话 是金庸先生的神雕侠侣 他可是我的爱情情无宝典 正是杨过和小龙女的 四次分分合合 才让我意识到了情乐不容易 这呢 也是我爱情观的一个基础 还有一本书呢 是自制通鉴 尽管这个书里的故事呢 我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但是一到课间 就抱着一本自制通鉴 在教室里面读得入迷的场景 我仍然印象深刻 以至于再毕业了十几年以后 我的同学们 依然可以凭借着一本自制通鉴 来认出我 所以啊 我觉得正是读书呢 才丰富了我的学生时代 让我的每天都过得有滋有闻 后来啊 到了初高中以后 我才发现了读书的乐趣 和意义所在 每当我的同学们 在绞尽老师的 想要写好一篇文章的时候 我总是能够从素材里面 选择出那些 最适合我的 最适合这篇文章的素材来 来支持我的观点 比如说有一天吧 我们老师让我们写一篇 与意义有关的文章 结果你们猜发生了什么 我引用的是 王羲之写毛笔字 染黑了一缸水的故事 一下子就在巴黎火了起来 所以啊 也是因为读书吧 所以说才让我的语文成绩呢 从小到大都一直都不错 一来二去吧 才女的名义 不禁而走 后来呢 在我18岁那年 我去了英国读书 我的硕士专业呢 是爱丁宝大学的碳金融 他与我的本科啊 会计与金融 可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那么什么是碳金融呢 碳金融呢 其实就是利用一个 市场化的一个手段 来帮助企业 来进行一个节能的减排 换言之 我们会选择不同的企业 特别是那些排放量大的企业 比如说一家水泥厂 或者是一家化工厂 然后告诉她 今年啊 我们只能给你五千 或者一万根配额 如果你多了怎么办 你就要罚款 或者你去找别人买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一般会发生什么呢 这个时候呢 这家企业 它一般呢 就会很积极的 去进行一个 节能方面的一个减排 以其来帮助自己 来提高自己的科技 省得去给莫名其妙的钱 而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专业呢 它也是极心的 每年啊 我们每个每周吧 我们基本上会读 上百页的文献 也是多亏了 小时候学到的一个 高速阅读的一个技能吧 我才能够迅速的 从一篇文章里面 体验出关键的要点 并且写成一篇一篇的文章 然后呢 再把它总结成 一份份的备考笔记 分发给我的同学们 这也使得 学霸二子 一来二去 不经而走 后来啊 毕业于爱丁堡大学之后呢 我加入了中国首家排放权交易所 在战略与研究发展部呢 任研究员一职 也是这段经历吧 才让我发现了 原来文笔的重要性 这个时候呢 我们每天的工作 主要是与你的老板啊 像是探交办 还有就是你的合伙人 来一起来沟通一下 就是他们需要 一份什么样的材料 来支持他们的 一个工作和写作 然后呢 我们再按照他们的要求 去网上收集素材 然后整理成一篇一篇的文章 用我们领导的话来说啊 这就是给其他的部门 提供弹药的一个岗位 结果啊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三年以后 命运给我开了 一个巨大的玩笑 抑郁症这个小恶魔呢 染上了我 而这个抑郁症呢 它其实并不是不快乐 它是活力的丧失 换言之 在整整一年多的时间里吧 每天我都要用 大量的时间来睡觉 和服用药物 来维持我情绪的稳定 在那期间 我发现书成了我最好的一个疗愈 每天吧 我都可以抽出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沉浸在书的世界里面 来一点一点的发现 自己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后来吧 我才慢慢的发现 其实抑郁吧 更多的是源于一种 自我的不认同 长期得不到书馆 长期得不到 就是认同的一种情绪 最终向内堆积形成的一种抑郁 于是乎后来 我又做了一个什么呢 后来我就发现 原来写作这件事情 才是最好的疗愈之道 也许是上天的安排吧 我终于在网上遇见了江流笑 就会对我的一生 都有非常意义的 很大的意义的一位朋友吧 他呢既是一位情感方面的疗愈师 也是一位靠着自学 完成了近百万余字小说的 一个网络作家 也正是因为他的出现 才让我相信 原来写作这个事情并不困难 你只需要一个契机 然后一个坚持下去的动力 所以说呢 在江流笑的鼓励之下 我走上了一条写作疗愈的道路 因为自己平时比较喜欢读书 于是我也会常常的去把 自己的一个读书笔记呢 和心得发到这个朋友圈里面 发到我的公众号里面 供别的人来进行一个阅读 也是有了这个机会吧 我才遇到了这位 在一百天以后吧 遇到了这位编辑 他不仅给了我一个 很好的写作机会 也给了我稿费 他还把我介绍给了这个 诗典读书 于是乎 在慢慢的这个 努力之下的话 我就从一个大爷青年完成了 成为了一个职业读书人 这个呢 其实也是 我之所以会来到这个地方的原因 其实呢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都住着一个小小的艺术家 然而呢 我们却常常会因为工作的忙碌 或者是因为这个生活的琐事 还有一些人际关系上的压力 去不得不逼着我们成为别人眼里最好的自己 于是慢慢的我们忘记的初心 也丢失了我们最终的人生方向 活了别人眼里的一辈子 然而写作和疗愈这两件事情呢 写作和读书呢 这两件事情 他恰恰的就告诉了我们 就是如何去回归你的自身 去发现你的问题 然后再通过你的笔来解决你的问题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应该也就是 写作和读书带给我最大的改变 也是为什么我想要来这里 对家家进行一个这样的分享 动不了了 动不了了 稍等一下 我这个屏幕动不了了 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今天的第一个分享主题 也就是阅读力 在知道了我是职业读书人以后 我的朋友们都会来问我说 林药 你每天 或者是你多久大概会读完一本书 其实呢 对于一个职业读书人取决于稿件类型的不同 我们的话 一般至少七天内要读完一本书 并且按照编辑的要求来写好一篇稿件 如果是关于那种书评类的稿件的话 那么我们一天得读完它 然后再出稿件 所以说呢 这个对阅读力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也许你会问了 一天读一本书真的可以吗 答案是当然可以 只要是你找到了合适的阅读方法 那么就可以 林药听到我说话吗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如何做到的这个事情 前段时间呢 我有一个朋友他找到了我 他说 林药 我觉得你最近的读的书都还蛮有意思的 我现在呢 手里有一本书叫做霍金的果壳的宇宙 要不然我拿给你读一下吧 毕竟是吧 咱们学好数理化才能走遍天下 然而我却发现这个事情好像 然后我却发现 然后我却发现 这个事情好像并不容易 曾经自诩可以在一天读完一本书的我 这本果壳的宇宙 我至今都还没有读过超过一章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呢 其实在如何有效阅读 这一本书里面我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原来这本书啊 我并不喜欢它 可能我也是出于一个朋友的好意吧 我才选择把它带回了家 但是呢 因为对它没有什么兴趣 所以说我也提不起兴趣 那我自然也就不太愿意去读了 所以说啊 归根结底啊 大家之所以会不想读书的话 觉得读书没什么用 买了也不想看 其实上啊 只是因为没有遇见你喜欢读的书 那么平时里大家都会怎么样去找书呢 我相信权威人士 大咖推荐 朋友的推荐 都会是你们的选择 然而呢 我认为其实最好的方法呢 是你要准备一张 记录你心动理由的书单 这份书单里面呢 既要包括这个书的书名 作者 还要包括就是你喜欢它的原因 而如果这本书是你的朋友 推荐给你的 那么你一定要去多向他 confirm一下 为什么他会推荐给你这本书 这本书呢 带给了你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因为呢 那确确实实咱们只有喜欢的东西才能够继续的下去吗 也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 兴趣永远是最好的老师 大家稍等一下 我们正在进行这个屏幕切换 嘉宾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似乎通信出了一些问题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嘉宾正在切换自己的屏幕 那么这个如何有效一本 阅读一本书里面 除了讲了书单之外 他还讲了什么别的呢 其实这是一本涵盖了选书构书 读书记录和检索以为重读五个步骤的读书方法论 它的目的是帮助你把一本书的价值发挥到了最大 比如说我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的话 我就发现了其实最重要的部分的话有三块 第一块的话就是我前面讲到的用构数清单来指定构书 第二块的话其实是通过笔记的和输出的方式 来把读过的书变成一个精神上的财富 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就比如说像是笔记这一块 其实大家可以比较简略而全面的去记录一下 就是书里的内容 甚至是几句关键句子或者是关键的话 而不一定就是说要去做一个就是很详尽性的一个摘抄 然后接下来的话还有一块的话就是重读 我觉得重读的话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就是这本如何有效阅读一本书呢 其实我上次在读它的时候大约是在半年前 然后这次的话其实也是借助了这个分享机会吧 所以说让我有机会重新读了一本书 读过这本书 然后我才发现原来它里面还讲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点 就是同读 相当于就是说找到你过去的笔记呢 来反反复复的读 并且来通过理解提出问题的自己来寻找一个解决的方案 除了然后接下来的话 当我们解决了没有兴趣这个事情以外 我们就来解决一下就是读得慢怎么办 其实呢读得慢的这个事情呢 它是与你的一个读书理念有关 在这里呢我想给大家讲一个几天前发生的小故事 又是一个朋友吧 他找到了我 他说林瑶我跟你说 我最近听过了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奇特的一生 据说是讲的一个叫做牛比耶夫的人 就是牛比歇夫的人 他所记录的自己56年下来的一个时间管理 我曾经尝试着去阅读过这本书 但是我发现它真的很枯燥 所以你可以读完之后讲给我听吗 我说那行啊 我先看看吧 于是我就来到了这个豆瓣 然后就发现这本书呢讲的是时间管理类的 确实评分也很高 有8.5 那么确实是我的菜 我说行好 那我明天告诉你 然而你们才发生了什么事 当我打开这本书的时候 我发现我怎么都不进去 因为我觉得它写的实在是太枯燥了 有别于这种传统的这种智荣类图书 作者一上来就告诉我们观点是什么 论举是什么 有哪些方法可以去支撑这个 这本书呢 它只是去讲了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这一生的一个研究 并且它的所有观点其实都是隐藏在它的句子中的 于是这个呢 其实就让这个阅读来说的话 变得有了一点点的挑战性 而这个时候的话 我就想起了我之前读过的一本叫做快速阅读术的书 就是它的话最大的意义在于 它区分了这个读书和背书这两个事情的一个概念 我相信呢有很多人呢 在谈到读书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们会容易就是漫无目的的把一本书翻开 然后来死尽硬背 试图去记住这个书里面的所有的内容 并认为这样的话就够了 其实这样的话这是不是的 我们呢应该在读书的时候 去尝试着带着自己的目的来阅读 来把这个书呢 当成一本工具或者是字典 来提取其中的精华 为我们所用 所以说啊 在用上了这个方法之后呢 我就开始想 好这本书我到底希望得到什么 然后我就发现原来我想要得到的是 这个叫做牛比歇夫的人 他是如何来管理自己的时间的 他在管理的时间的时候 用到了哪些方法 来帮助他最后达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所以啊我就带着这样子的念头呢 去读了这一本书 然后呢把它的重点呢 提取出来总结成了一篇精华的文章 第二天我的小伙伴来找我的时候 我就可以开开心情的告诉他了 好了 现在让我们来一起看一看 这是这本书 他到底都讲过了什么 首先呢 这是一本曾经的慢读者 写给我们的 能够帮助我们改善阅读理念 制定阅读计划 彻底改走出阅读速度慢的窘境的一个书 这本书的作者啊 他也曾经是一位慢读者 慢到哪种程度呢 一页书他要读整整五分钟 后来啊 阴差阳作者下 他成为了一个出版社的特要书评人 而书评人呢 就要求他一天至少得读完两本书 那么怎么办呢 于是他就发明了一种叫做流水式的阅读法 换言之 读书的意义呢 其实并不在于复刻100%的原文 而在于邂逅呢1%的收获 这个呢 其实与我们学生时代的这个阅读理念是不一样的 因为那个时候的话 谁都不知道这个老师会从哪些地方去挑一些 就是知识点 然后来出题来考我们 所以说我们就养成了这个一字一句的用心原读 甚至是这套笔记 想要把书里的内容全部装进大楼里的想法 但是呢 来到了社会以后 我们才发现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如果你总是去企图来记住一本书里的所有内容 的话 从时间来看也是不现实的 并且啊 你如果只是希望用一本书来掌握一个 很全面的去掌握一个知识呢 它也是不现实的 那么什么是现实的呢 就是处类旁通通过多读 来让自己积累更多的知识片段 也就是书里所说的 让书中的内容从你的脑海里流过 那么有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来帮助我们实现这个流水式的阅读呢 答案呢 有很简单 主要就是跳读了 跳读的话 其实就是这样子的 首先呢我们要仔细的去阅读这个序言和目录 来看一下这本书 它都大概是讲了一个什么东西 而这本书的序言和目录的话 一般是请的这个行业的这个专家 或者是相关人士来写的 并且他们读过这本书 也知道这本书的价值在哪里 在读完序言和目录之后 你就大概知道了 哦 原来这本书的话 有哪几个章节 它是与我有关的 有哪些关键词呢 是我需要学习的 同时呢 在阅读的时候呢 你也要去建立起一种读书的仪式感 比如说在睡前 或者是在起床后来读书 并且啊 在培养 在阅读的时候呢 你要精选那些 需要你快速阅读的章节 记录下书中的精华 收获一种哇哦的美好体验 这样长久以往的话 你就会发现 其实阅读啊 它并不枯燥 它是一件非常轻松愉悦的事情 那么 只阅读够吗 答案是当然不够 拆书邦的帮主 赵州老师曾经有一句话 叫做 凡事不联系经验的学习 都不配称为成人学习 凡事不能改变的行为的学习 都是在浪费时间 讲到这里的话 我想起了以前和江流校发生的一个故事 那个时候啊 我们刚刚认识 于是我就推荐了一本 叫做经历管理的书给他 并且告诉他 这本书真的很有趣 讲的是 如何管理经历 而不是管理时间 要不然我们一起读一下吧 他说 嗯 好 结果几天之后 我就跑去问江流校问题嘛 因为那个时候 他是我的咨询师 然后呢 江流校就特别觉得奇怪 就说 哎 灵瑶 这本书说 咱们俩是一起读的 为什么总是你在 就书里的内容 来反反复复的向我提问呢 这个其实也让我觉得很惊讶 毕竟这本书 我可真的是一字一句的认真读过的 于是啊 这个时候 我们江流校就掏出了一个小本子 告诉我 你看 读书的时候 你是需要记笔记的 那么这个笔记该怎么做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赵州老师的 RIA变迁学习法吧 首先呢 什么叫RIA变迁学习法 它是以致用为这个 起点的一个学习方法 它包括了三个部分 第一个R 就是我们说的reading 你要阅读呢 原文里的片段 第二个呢 I就是integration 就是说你要引导和促进 理解和吸收知识 换言之 你在读完这个原文的片段以后 你要开始思考 这个片段呢 它都讲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然后这个内容呢 它对我之前的生活呢 有哪一些相同的地方 和哪一些不同的地方 然后呢 它都带给了我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启发 然后接下来的话 你要operation 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application 就是你要去不停的去尝试着 把你的这个知识呢 运用到你的生活中去 而并不是说 就只是把它放在的那个地方 读了就读了 那么书呢 书呢 其实呢 也是分类型的 并不是所有的书呢 都涉及到这样的阅读方法 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吧 今天呢 咱们推荐的这个RIA变迁学习法的话 其实最好的话 是适用于这种实用类的书 相当于这本书的话 作者写它的目的 其实是为了告诉过你一个事实 然后为你提供一套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法 并且呢 如果是一本观念类的图书呢 其实也是OK的 你只要知道它的概念是什么 然后把它转化成一个生活建议就行 但是如果是一个人的这种 人生阅历感悟类的图书 或者是一本文学书的话 那么可能咱们就需要 一字一句的认真的精读和研读 去体会这个书中的话 而并不能用这种快速阅读法 好了接下来的话 既然咱们已经聊到的这个 RIA学习法 那么在这里呢 我希望跟大家推荐另一本书 叫做聪明人用翻格笔记本 与RIA学习法相似的是 它呢也是以中为始 来告诉你如何有效的进行一个学习 提到这本书啊 RIA不禁想写的一句话 叫做我思故我在 我行故我得 这句话呢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讲的其实就是说 如果你在记笔记的时候 如果你只是一味的去照办 你老师的版书的话 那么其实你是很难得有所收获的 你一定要经过你的思考 然后你才能够有所得到 就是我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我去参加这个 Super Writer的这个行动派的 这个商业写作训练营的时候嘛 我们老师的话 他就讲到了一个文案写作的东西 但是呢我就在记这个笔记的时候 发现正是这个文案写作 咱们一定要去结合你的读者 然后来进行一个反思和一个写作 而并不是说 只是一味的去玩弄你的文字 把你的文字写得有多滑美 因为不能帮别人解决问题的东西 其实吧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于是呢我就把这个问题记了下来 然后去问老师 我说那这个文案写作的过程中 我们如何联系读者呢 在听到了我的这个问题后 我们的这个老师 就借助我的问题来跟我有了一次 就是很简短的一个对话 告诉我这个事情呢 到底应该是怎么做的 于是呢我就发现 我有了自己的下一个行动 那就是说在写文案的时候 联系到读者的一个感受和一个想法 然后呢再进行一个写作 而这个呢其实就是咱们右边的这个 白色的这个就是书里的截图 他所讲到的内容 就是说你在写作的时候 你在读书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记录一下你的事实解释和行动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聪明人用翻格笔记本这本书 他除了就是教你在工作的时候 或者是在学习的时候 如何记笔记 他还教了你别的没有 而这本书呢 其实上它是一个教会读者们 如何通过记笔记来整理大老思路的书 同时呢也是被日本东京大学的学生 麦肯锡波士顿的咨询师们纷纷点赞的一本好书 而这本书里的话 它的主要内容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是学习笔记本 第二个是工作笔记本 第三个是提案笔记本 而我呢在上一页的PPT里面 跟大家讲的主要是说提案笔记本 那么还有就是学习笔记本呢 比如说咱们在记笔记的时候 要停止去招抄招班 而是说要给自己的一点点时间 去看老师在黑板上面的内容 然后呢再用自己的话 把这个内容呢写在自己的本子上 这样的话你也就有了思考了 而工作笔记的话就是说 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我们都知道这一点 所以说呢大家要有意识的去 帮助自己隔绝掉多余的信息 和没有意义的信息 来避免它们让你的思绪过于紧张 以至于没有办法去做好一件事情 所以说这里的话主要就是说 来寻找一个问题和解决的方案 并且来思考这个信息是否重要 然后把重要的给记录下来 以上呢就是我分享的四本 与阅读方面有关的好书 我希望在听完了上面的 这个分享之后 大家都会觉得 原来阅读其实并不是一件 非常困难的事情 只要我们能够做好 学书读书记笔记 这三件事情的话 那么我们也能够很快的 从这个书里面提取到知识 然后来改善我们的生活 如果说阅读是 性价比最高的输入的话 那么写作一定是 性价比最高的输出 然而在写作的时候 我却发现身边的朋友们 常常会面临着下面四个问题 第一个是没有观点 不知道写什么 第二个的话是没有结构 就是在写完一篇文章之后 才发现 我的天啊 这篇文章条理不清晰 逻辑不清晰 连自己都不知道我在干嘛 第三个的话 就是没有素材 就是说当你想要去写作的时候 你找不到点 来支持你的这个观点 而第四个的话 就是没有文笔 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 怎么说呢 读起来很不舒服 但是呢 这些其实通通都不是问题 因为在看了接下来的三本分享书以后 你会发现 原来写作这个事情 其实就像说话一样自然 你也就不用再像 左边的这个小孩一样 一面对写作就 绞尽脑汁 抠破头皮了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先看第一本书 这本书呢 叫做落花水面接文章 它的副标题呢 是叶胜桃谈写作 这是一本由叶胜桃先生 亲自写的写作教材 从写作是什么 怎么寻找写作材料 怎样写作 如何修改文章 怎样评判文章好坏 等五个方面 详细的论述了写作的要法 可以说是每一位写作人的 一个必备的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本书 它主要都讲的那几个部分 首先是在这个好的写作 它一定要兼顾这个诚实和精密 就是说你在写作的时候呢 你要尽量的去 讲你内心真实的话 去写那些你熟悉的素材 而并不是说 去写那些所谓的热门材料 热门素材 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吧 像是写作和阅读 林瑶这边呢 可能也是坚持了八九个月 所以说会有一定的经验 但是比如说 如果你让我跟你聊一下 像是比特币啊 区块链或者是育儿 那我可能真的就守住没错了 并且就算是你要我去写 我可能也写不出一篇 让你们满意的文章 接下来呢 就是说好的文章 你不仅需要多读 而且需要多练 因为呢 在阅读的时候呢 你能够看得到作者 都是如何让去表达自己的观点 去如何支持自己的观点 同时呢 你也会发现 不同的书的话 它的这个质量的话 也是有高低的 确实有一些书的话 它就是一种 怎么说呢 就是观点啊 逻辑结构 文笔都不是很到位 这个时候的话 你也可以通过去看别人的毛病 来让自己来不断的成长 最后呢 就是说写好文章这个事情的话 其实也是有技法可循的 比如说 咱们在写文章之前 一定得要先想好再动笔 要弄好一个提纲 然后在修改的时候呢 不仅要看 而且要练 因为当你在看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哦 好像大家都是对的 但是一读起来的话 你才会觉得 哎 这句话好像不通顺 我是不是要改一改呢 接下来呢 我将用一个轻声的例子 来跟大家讲一下 如何像说话一样 来轻松写作 首先呢 其实会说呢 其实就是能写 一开始呢 我也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子 拿了一本书 一上来就可以写 那么我是怎么做的呢 我的话一般会这样子 就是 我呢会用这个叫做 训飞语记的这个APP 去记录下 我对生活中的一些 大事儿和小事儿的感悟 就比如说 可能我走在街上 我看到了一个事情 或者是我翻开一条新闻 我读到了一条新闻 然后我呢 就会以说代写 来讲一下 就是我对这件事情的感悟 一开始呢 我会把它先发到这个朋友圈里面 然后来看别人给我的板会 他们是会 是不是会给我点赞 会给我评论 还是说会觉得这个东西很无聊 他们压根就没有兴趣 这个呢 其实也就是我写 做的一个初始阶段 慢慢的话 我会去在互联网平台 比如像是知乎啊 这种平台上去回答别人的问题 来试着去帮 有同样疑惑的人 来解答一个问题 这个时候呢 我同样会去参考 就是他们的一个点赞量 和一个阅读量 来看这篇文章 我写的怎么样 同时呢 我也会去 向其他的致富大V们学习 看同样的一个主题 他们是如何切入的 他们也是如何找观点的 确实这个呢 让我在不仅获取信息的同时 也学会了如何写作 后来的话 那就是建立自己的公众号 然后呢 在今日头条上面去 写自己的一篇文章 然后再把自己的文章的话 给发表出来 分享到这个朋友圈啊 还有这个写作的社群上面 然后再来看别人的一个点赞量 和一个阅读量 所以说啊 其实写作的话 它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如果一开始你觉得就是 你的笔 就是总是会限制你大佬的一个思路的话 那么其实你也可以尝试着像我一样 就是先以说来代写 先说 等把它说的流畅了 流利了 咱们再写 好了 谈完了第一个就是没有观点和没有素材 以后我想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提纲的这个问题 以及写好一篇文章的六个关键步骤 我相信呢 大家都会比较认同一句话 叫做 话呢 是讲给对方听的 而文章呢 是写给读者看的 换言之 你把一篇文章吧 你写的个天花乱坠 但是你的读者不买账 其实呢 也是没有用的 那么如何才能够就是利用好 就是写好一篇文章的六个关键步骤 来写好一篇文章呢 我想借我这一次的分享稿的撰写 来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的一个心得感悟 是这样子的 当我明确了这个分享的主题是阅读与写作以后 我就先跟咱们的这个创始人 就是Shirley小姐姐聊了一下 就是咱们这个群里的小伙伴们 都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 然后我就发现了 就是大家可能对阅读呢 和写作这一块都十分的感兴趣 然后也希望通过这一次分享 来了解如何才能够提升自己的写作力 写好一篇文章 然后呢 接着我就从我自己所读过的150本书里面 选取出了13本与读书写作 还有个人成长相关的书 因为我认为的话 就是这几本书 其实对大家是很有帮助的 像是我读过的别的书 比如说如何写一本小说啊 或者是其他的吧 然后我可能就会觉得 对大家的帮助呢 并不是很大 那么我们呢就从简单和实用的来 接着呢我就开始进行一个组织 而组织结构的话 其实包括了两个部分 我认为 第一个的话是大的一个组织 就是你的这一篇文章 都有哪几个大的部分 这就跟我们初高中的时候 学的那个议论文一样嘛 你是一个观点 然后三个论 论据来证明你 然后里面再有素材 一点一点的去支持 所以说我们就要来找这个论据 那么论据是什么呢 既然我的主题是读书写作与个人成长 那么那我的分享肯定就包括三个部分嘛 读书写作个人成长 最后呢在前面再加上一个 我为什么要干这个事情 以及这个事情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样的话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了 所以说这样的话 我也就确定了我的一个大结构 在确定了大结构以后呢 我就需要看那么小结构是什么 而小结构的话 就是大家一开始在那个分享提纲里面 看到的每一个点 比如说像是读书的话 那么它可能就涉及到了像是选书 阅读 记笔记 这三个方面 而写作的话 它可能就涉及到了像是没观点 没素材 然后没提纲 没文笔 这四个方面 所以说这个的话 就有了我的一个小结构 接下来呢 有了大小结构之后 你的这篇文章的魂和它的鼓就有了 我们接下来的话 再把文字放进去变成肉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有了一篇初稿 在拿到的初稿之后呢 你的写作啊 才刚刚就是进行的那一半 那么另外一半是什么呢 答案就是 你一定要对你的这个初稿 来进行一个反复的一个修改 而在修改的过程中呢 你一定需要一个反馈 而在这样 而于是乎啊 我就在那个试稿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稿子吧 发给了咱们这个 这个志愿者 然后我就问他们 这个稿子怎么样 然后呢 也在这里呢 谢谢各位志愿者 不管是在 稿件的修改工作 还是说在 后期的这个 饰演工作吧 都给了我非常多的建议 包括我现在 在给大家做分享的时候 他们也是一直都在 很用心的告诉我 给我feedback 告诉我 应该要怎么样做 才能讲得更好 所以说在这里的话 我真的很感谢他们 好了 接下来 你就有了一篇文章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我会推荐这本书 以及这本书 它到底都能够带给我们什么 首先呢 这是一本绝对实用的写作指南 无论你打算写什么 它都能够用得上 这六个步骤来帮助你 明确你到底要写什么 谁是你的读者 写什么东西 如何组织一篇文章 写出出稿 并修改你的文章 并且啊 这本书的作者 可不是一般人 他是哥伦比亚大学 教授了近30年的写作教练 他的每一个 每一条建议呢 我认为都是非常简单且直接的 并且啊 你只要读了这本书 你就会发现 其实从提笔就怕 到什么都能写 真的并不难 并且啊 这本书里面 其实它还有包括各种各样的文体 比如说像是议论文啊 应用文 甚至是信件一方面的文章的一个就是模板和一个套路 如果大家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买了这本书 然后好好的读一下 我觉得它真的是一本非常好的这个写作红包点 所以说在这里推荐给大家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什么样的文章才是一篇好的文章 在这里呢 林尔有一句话 叫做不想当作家的文字工作者 不是一个好厨子 好了 文字工作者与厨子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现在我们先来想一下 就是如何才能够做好一顿饭 就比如说咱们右边的这幅林尔最喜欢吃的这个水煮肉片 首先呢 你肯定是需要非常好的食材 你需要一个上等的一个牛肉片或者猪肉片 接着的话你要把它片成一个片状 你不能把它切成丁或者块 然后呢 你需要一个合适的火候 然后并且需要合适的一个调料 来把它调配均匀了之后 你再把它端上去 那就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大餐了 同样呢 写作的也是如此 就是那四点 首先呢 你要有一个非常就是很特别的一个观点 你的观点呢 要能够打包到你的读者 然后呢 你要有很好的一个结构 这个结构呢 它应该是条理分明的 并且呢 能够在帮助你的读者 在读完了你的这篇文章之后 真正的解决到问题 而只有结构呢 其实也不够 你还需要一些好的素材来支撑 就比如说关于这个 关于分享写作这一块的话 我就会给大家讲到 就是说我之前写作方面的一些经历和感悟 这样的话 大家就听起来觉得 不像是一个在照本宣课 而是一个人在讲他自己的故事 而这样的话 其实也就更容易接受 而最后的一点呢 其实就是文笔 文笔的话 一开始大家并不需要太过于在意 简单来说的话 我们就保持一个清晰明了 可以懂就好了 因为正如我的这个写作的导师 也就是日本国际写作协会的一个老师 山口托朗先生 他一直都跟我们讲 说写作这件事情 它其实上只是沟通和交流方式的一种 重要的并不是说你的词汇有多么的天花乱坠 而是说用最简简易概的话 把你的观点感达清楚 真正意义上的帮助你的读者解决到问题 好了 那么这本小小的红色写作书 为什么我要推荐给大家呢 首先这是一本从结构 风格可读性三个方面 列举了20条写作原则的书 它不仅易读 而且涵盖的技巧 几乎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写作 甚至在01之前准备那个GMAT 就是说美国的商科入学考试的时候 我们的每一个就是sentence correction 就是句子修改的老师都告诉我们说 你要但凡希望你的句子修改考得好 这本小小的红色写作书 你可一定得读了 并且这本书 它还是美国这个 长青藤名校的入学考试必备读物 可见它的权威性 另外呢 无论你是学生还是商务人士 这本书呢 都将让你的写作更加轻松 而在这本书里面的话 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主要是讲了三个部分的内容 第一个的话是 逻辑合理的结构 是一篇文章的灵魂 比如说你要一开门见山的 就去提出你的观点 而并不是跟别人去 做引言或者是绕啊绕啊绕 然后让你的读者 对你的文章所失去信心 然后接着的话 你可以分三个部分 来论着你的观点 而在你选择例子的时候呢 也要做一个多样化 特别是说 你在写这种新媒体文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思考 你的读者们都是谁 他们都喜欢哪一个方面的话题 就我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同样是一篇 理财方面的文章 如果你的读者的话是大学生 那么可能你的方向就应该是 大学生呢 如何通过理财这件事情 实现了毕业旅行的梦想 而如果你的这个阅读者的话 他是 我举个例子 就是小夫妻 那么咱们就得聊聊 就是说小夫妻 如果通过理财 那买了一套房 而如果你的这个读者呢 他们是宝妈 那么可能我们更多的切中点 就是说宝妈 如何教孩子来理财 或者是宝妈 如何通过理财 这个事情在完成的一个财富的自由和独立 而也正是读者的不同 才区分的各个平台上调性的不同 这个的话也是大家 如果就是有投稿方面的一个需求的话 需要仔细的去关注的一个点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讲第二个部分 就是说旗帜鲜明的写作风格 是你文章脱颖而出的不二法文 这个呢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在举例子的时候的话 其实有些时候 你可以用一些个性化的例子 比如说你的故事 或者是你周围人的故事 而不是去照本宣科的去讲别人的故事 就比如说 我前段时间写了一篇那个 冥想方面的一篇推广文案的时候 我就讲了 就是我501自己 通过冥想了一个月 给我自己带来了一个 什么样方面的改变 结果这篇文章拿到了200多的阅读量 然后我还蛮开心的 然后接下来的话 就是说你要用有态度的语句来写作 其实写文章啊 最害怕的就是摸鲜两可 你好像谁哪个队你都想占 但结果呢 其实你是什么队都占不了的 因为如果你的定位不清晰的话 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产品 而一个非常简单的产品的话 那么注定很难有人去为他进行一个买单 因为大家都看到他的价值 也不知道到底谁才是他的读者 但是呢 如果你的定位很清晰 你的观点很鲜明的话 你就可以竖起了一把鲜明的旗帜 这样的话 有一群人他们就会靠近你 然后呢 你就会发现 哇 原来吃瓜群就闷 又围了上来 然后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说咱们一定要用这个简明易懂的方式 来让更多的人愿意读你的文章 就比如说啊 有的人可能喜欢写这个长句子 就比如说林瑶之前在进行一篇英文论文的写作的时候 就特别喜欢用那种什么 ZETA WATER衣服什么从句 还觉得自己的英文可溜了 但是呢 每次我的教授呢 他都会告诉我 林瑶啊 你的目的是要表达你的观点 而并不是在我面前秀你的英文水平有多么的棒 所以说啊 咱们请忘掉之前的雅思考试 忘掉之前的托法考试 忘掉自己的高难度的词汇 用最简明和简洁的句子 还有语法逻辑 来告诉别人你到底想说啥 好了 写作呢 其实它也是一门技术活 就算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再多 如果你不经常的练习的话 那你也会发现 诶 这个写作我好像还是没有得到它的要领 甚至包括我的这个写作老师 也是一个点评老师 他今天也跟我说 他说林瑶啊 如果你希望在写作这个领域有生根的话 能够取得成绩的话 那么你要不停的练习练习练习 来突破你的舒适区 而谈到练习的话 我主要想在这里跟大家谈两个方面 第一个的话是练习的一个时间 大家可能会问呢 就是哎 为什么我练习的它没什么用啊 这个的话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方面的原因的话 就可能是你的练习的量并不够 就比如说拿我的话 其实我都是一篇文章 在写到第一百篇的时候 我才慢慢的get到了感觉 也是慢慢的才有人来找到了我 所以说对于任何一个主题 请你先写满一百天 坚持 然后再来告诉我 哎呀这个主题好像我并不合适 我希望换下一个 然后呢 谈到了练习的话 咱们还是需要讲一个练习的一个方法 这个的话就取决于你阅读 你来写作的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 一般来说呢 会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的话 可能是你希望通过写作的这个事情来变现 来成为一位自由撰稿人 或者是来赚一点点零花钱 因为最近嘛 知识付费不是蛮火的吗 而这个的话 其实咱们就需要坚持三点 第一点呢是坚持 坚持呢就是我前面所说的 一个主题的话 坚持写满一百天 然后让别人意识到原来你在这一方面 其实是有自己的擅长和自己的口碑的话 这个呢其实非常的重要 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如果有志于想要写好一篇文章的话 可以利用好身边的一切机会 哪怕是发朋友圈这个事情来练习你的写作 接下来的话 我觉得咱们需要的话是去网上来下载一个样稿 在一开始的话 我去投稿的时候 我发现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我写的很嗨 但是呢编辑们却不买账 要么就告诉我说 哎林瑶 你这文章调性不符 要么就是冷冷的一句句稿 不录用 这个呢让我觉得很惊讶一样 我觉得很气冷 于是呢我就跑去问江流孝 我说哎 这个为什么我的文章的质量总是不高啊 然后这个时候呢 江流孝呢他就告诉我说 你一定要先去读大量的好的文章 这样的话 你才能形成一个正确的是非对错的一个标准 并且呢你要在经过这个的基础之上 来进行一个反反复复的一个磨练和练习 这个文章呢你才能够把它吃透 并形成你的一个个人风格 包括像是我以前写小说 那我也是读过了很多经典名著 比如说像是鱼花的活着一类的 然后呢我的小说才慢慢的有了一个雏形 所以说啊 我呢也开始去学着它 然后去坚持 然后去不停的去练习 而对于一个公众号来说的话 最好的文章莫过于它上面的一个样稿 就我举一个例子 就比如说你如果你希望就是投稿给这个诗典读书 那么你要做的第一个事情 不是说写好一篇文章 然后发给诗典读书的编辑 告诉他我写了一篇文章 我想过稿 而是说你的话要先去这个诗典读书的一个网站上面 去当料的大概五到十篇他们之前的一个好的文章 然后去仔细的分析 他是如何来构思这篇文章的 他的每一句话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他是如何一点一点的去说服读者来相信这个事情 并且愿意去听他的话 然后呢来就是做这样子的一个行动 而这个样稿的练习的话 其实是初学者他们往往会就是 就是会忘记的事情 因为可能他们都会觉得啊 我自己写的很好 我觉得我并不需要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你一定要拿到样稿 然后不停的去防写 你才能够突破舒适区 因为就是过稿也好 变现也罢 其实你更多的还是去满足别人的需求 去写别人需要的东西 而并不是你自己在那个地方自嗨 好了 除了过稿和变现写作还能干嘛呢 答案是自娱自乐 对 有的时候的话 在我自己特别不想去写稿子 或者说我觉得压力很大的时候 我也会自己来写一些小的文章 来进行一个自娱自乐 而我这个自娱自乐的一般的话 会记录下我生活中的一些感悟 就比如说可能是我一个人去某一个地方 旅行后的一个经历 或者是我看了一部电影后 我对这部电影有什么样的想法 或者是说我在和一个朋友聊过天以后 然后我对我们的聊天内容 给了我什么样的启发 而这样子的一些文章的话 它其实像呢 一般来说咱们都不会拿去过稿 但是它也是一种练习 而这种练习呢 最好的方式 那就是叶老前面说的 咱们要把它读出来 读给你的家人听 读给你的朋友听 让他们明白 哦原来这个地方 看来我还有这样的一些问题 我还需要去不断的去提升自己 我还需要把它撇得更好 可能这也是为什么 在成为简奥斯丁这部电影里面 我们会发现 就是简的话 它在成名以前 都会在每周的时间 在家里面去组织一个这种茶话会 然后把它的稿件呢 读给他的家人和朋友听 并且得到反馈 然后得到一个成长 所以说就算是自娱自乐的话 其实你也是需要去展示出来的 在聊完了这个读书和写作的话 我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坚持读书写作八九个月 这一阵子来带给我的一个改变吧 然后我的话就会从道法术三个层 层次来跟大家讲 然后我希望的话 就是我的坚持和我的努力 包括我的一个收获吧 也可以给大家带来一点点的启发 也让大家愿意去爱上读书 爱上写作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本书 这本书呢是微软研究院的 大牛的博客里面摘录出来的 与心智成熟有关的文章 同时呢这也是我大学毕业以后 读到的第一本开启心智的好书 如果圈里面的话 有理工科生的话 相信对这个叫做刘卫鹏 已经按时间的话并不陌生 在这本书里面的话 它的核心观点是 决定你人生的高度的 其实上是你的心智成熟度 而这个心智成熟度 咱们如何来提升呢 主要就是这种等车呀 然后或者是上下班路上啊 或者是这种吃饭的时候啊 咱们的一个对这种 暗时间的一个使用 这不常常有一句话吗 说的是决定你这一生的 其实既在你上班的八小时 也在你下班后的八小时 那么这本暗时间里面 讲了哪几个点 它很能打扰到我呢 首先呢是思维方面的精进 就是我们要去向别人 学习一些失败的经验 并且思考 这个事情大家为什么会变成 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而并不是说去盲从 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然后并且同时呢 我们也要去看重这个过程 在过程中的一个收获 而并不只是一个结果 因为呢 你做了一个决策 它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这件事情呢 其实既靠你的一个决策的一个能力 它与你的经验有关 同时呢也与你的一些运气有关 因为很多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你自己千算万算 但是你身边有了一个助队友 它偏偏就坑了你 那你也没办法 是不是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 其实就是理性 理性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在我们每个人的大佬里面 都有两个我 一个呢是原始大佬 一个是理想 一个是理性大佬 这里有个错字不好意思 这个原始大佬呢 相当于就是 他很情绪化 遇到一点事情 风吹吵动的 典型的 马皇听不得谁想 一遇到他就跑了 而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召唤出 我们的理智大佬 然后来告诉我们 这个事情的正确做法是什么 所以说啊 在不同的场合下的话 我们要学会去切换 就是理性大佬和原始大佬 就比如说 咱们在谈论一段感情 或者是抒发一个感受 再去关心一个朋友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要去调动 自己的一个情绪和感觉 但是在分析一个问题 或者是在进行一个决策的时候 咱们就要很认真的 去用我们的理性 来进行一个思考 这样的话 就能够避免这种 啪啪把脸的举动 最后一块的话 就是说书写呢 是为了更好的思考 刘威鹏呢 他也是一个非常喜欢写作的人 他会常常把他的一些 心得和感悟呢 写到自己的博客上 那个时候的话 是博客这个东西比较流行嘛 然后慢慢的话 他就集聚了自己的第一批粉丝 并且呢也出了书 也是一些就是技术的大牛吧 通过这个呢 联系到了他 给了他很多的机会 这个呢就像是 林瑶自从在这个公众号上面 写文章以来的话 也是通过这个写文章的这个事情呢 来与很多人呢 联系到了一起 然后并且呢 也是借助了这个写文章的这个机会嘛 今天才有机会 能够认识到大家 然后我也是觉得很幸运吧 谢谢大家 所以说暗时间的话 他最终他就强调了一句话 其实我们要像初学者一样的去虚心学习 像聪明人一样去理智决策 这个呢就跟乔邦主在斯坦福大学的这个毕业典礼上所讲的 虚怀若渴求之若愚的话 是一个道理 时时刻刻准备着去突破自己的舒适区 去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 这样的话才能有一种真正意向的成长 讲完了暗时间以后的话 我希望跟大家聊一下就是习惯的养成 可能每一个人的话都会觉得 我这一生吧 我一定得有一些好习惯 比如说咱们得早睡早起吧 得坚持锻炼 每天喝水 遇到事情不情绪化 但是呢我们会常常在制定一个习惯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习惯制定的那一刻 我们是很开心的 并且我们斗志满满 然后还发了朋友圈 告诉我们的父母朋友 从今天开始我要减肥 减肥减肥减肥 结果呢好了 几天之后 这个事情怎么就没了个下文了呢 好了flag就怎么倒下了 所以说这本书呢 它对我最大的启发呢 其实上是告诉我如何去分辨感觉和意志力 然后来告诉我 就是说这个flag呢 到底是如何倒下的 以及什么样才是养成一个习惯的最好的姿势 首先呢我们来聊一下什么是感觉 感觉这个东西呢 其实就是你对这个事物的一个感想 外界的影响 随时随地都在变化 比如说今天的天气 别人的评价 你做的一件事情 有没有得到你收获的一个效果 甚至是你们家的一只猫 一条狗 它都会影响到你的感觉 你觉得把养成一生的漫长习惯 建立在这种事情上面 真的靠谱吗 答案自然是不对的 是不是 那好 我们需要什么 什么是靠谱的 答案就是意志力 然而意志力这个东西呢 它是非常的有限的 比如说大家去对比一下 就会发现 其实每天一早醒来的话 大家的这个整个经历呢 和思维呢 都是比较充沛的 也愿意去做一些有条件的工作 而忙碌了一天下班回家以后 那肯定是只想要摊在沙发上面 玩手机或者看电视 你就不想读书了 所以说这个意志力呢 我们如何才能够克适的使用呢 在书里啊 作者就给我们讲了一个方法 叫做每天只做一点点的无吸管 无负担习惯养成法 这个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下一页PPT 好了 首先呢 这本书我得跟大家聊一下 它是谁写的 因为这个很重要 就这本书的作者呢 它既不是一个大牛 也不是一个大佬 它呢是一个与我们一样的 就是常常立下flag 常常啪啪打脸的人 并且它打了整整的失恋的脸 所以说可谓也是 哎 也是不容易吧 对不对 直到有一天 它发现不行 我不能这么下去了 我一定要坚持锻炼 好了 于是它做了一个动作 它做了一个俯卧撑 结果你才发生了什么事 几年以后 它借助着每天去做一个俯卧撑的习惯 真的爱上了运动和健身这件事情 并且也很肌肉 于是呢 它就把它的这个方法 写在了这本书里面 叫做微习惯 就是说把你的习惯拆分到 你能够接受的最小值 换句话说 就比如说 如果你的习惯是读书 那么咱们就先不要列 每天读一本书了 这个对于一个平时 没有阅读习惯的人来说 它将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 那么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习惯拆分到 每天只读一页书 你看 这样想的话 你觉得这个习惯 它是不是变得很简单了 是不是就觉得 哎呀没什么 太简单了 轻轻松松 So easy 这样的话 相当于也就可以去骗过你的 这个情绪大佬 然后呢 让你的这个 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啊 其实你已经报了书 开始读了 至于读了多少页呢 可能是一张 可能是一百页 可能就是一本了 谁知道呢 所以说啊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把习惯拆分到 你能接受的最小值 但是呢 你要注意的是什么 在制定这个习惯的时候呢 有四点吧 这里有八个步骤 我挑四点跟大家讲 第一个的话 就是说 你一定要去挖掘 每个习惯的内在价值 就是你不能够去 因为别人告诉你说 健身很重要 所以我要健身 或者是看到别人的马甩线 所以我要健身 而是你要挖掘出 健身的这件事情 它能够带给你 什么样的启发 比如说 你可以通过健身的这个事情 来变成一个 精力十分充沛的人 或者是来变成一个 身材十分好的人 它是真正意义上 出于你的一个内心 所以你想要做这个事情 也就是一种内趣力 而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更容易坚持下来 然后第二个的话 是说 你一定要从微量开始 超过完成 就千万不要 这是咱们今天读了一页书 最后发现自己读了一百页 哇 好开心 改变目标 从明天起 每天读一百页 这个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 我的个天啊 这习惯怎么这么难 我不想做了 所以说 你一定要时时刻刻的 去记住 微量开始 超过完成 把你多读的那99页 变成一个 给你自己的奖励 而并不是 你每天需要完成的计划 因为当我们看到 这个计划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十分的疲惫 最后一点呢 是说 咱们一定要去 留意出这个 习惯的一个养成标准 很多时候呢 习惯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 非常平淡无奇的事情 就是比如说 拿写作的这件事情来说 你可能在写到 第一天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happy 写到第十天的时候呢 你可能会因为 大家的一句点赞 或者是鼓励 而感到开心 但是呢 当你真正意义上的 像我比如说 写了八九个月以后 你会发现 真正的快乐 其实并不源于 写作这个事情 带给你的外在反馈 而在于 在每一次提笔的时候 你都能够 与你的内心 进行一次对话 并且你写的文章 真正意义上的 可以帮到别人 然后你的写作技巧呢 也在慢慢的精进 所以说啊 当你的习惯的养成的话 它最终 它会慢慢的 回归于一个平淡 不过幸运的是 这种平淡呢 它会持续一生 让你受益一生 好了 除了习惯 讲到了习惯的话 咱们就来聊一下 一个比较重要的习惯 叫做找岁找起 我相信呢 那朋友圈里面 会有不少的朋友 他们就是举个例子 每天晚上 两三点睡觉 要么就是在玩手机 要么就是在工作 然后告诉自己 我好忙啊 然后第二天早上呢 又八九点钟起来 然后匆匆忙忙的去上班 一上班的话 就告诉自己 哎呀 我怎么这么累啊 我真的不想做 结果的话 他会发现自己 在该工作的时候 没有工作好 在该休息的时候 没有休息好 最后的话 生物中是越来越乱 越来越乱 越来越乱 直到有一天 他发现自己 彻底的睡不着了 所以说啊 这个呢 其实也就讲到了 一个道理 叫做与生物中作对 我们永远是输家 因为这个生物中呢 它其实上是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已经存在了 成千上万年 它是跟随着 我们人类呢 进化而来的 就在我们祖先的 那个时候 其实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是一种常态 我们无法去调整 我们自己的生物中 就像是 我们很难得去 问一只狗 你为什么要叫啊 我们也很难得 去阻止一只 寄了大命 去问一头狮子 要不要吃素 因为它真的是 我们女生俱来的东西 所以说啊 大家就是一定要学会 去科学的 照顾好自己 而并不是说 靠着自己的一个情绪 或者一个感觉 去以为的盲从 因为这样的话 真的从长远来看的话 对你来说 并没有非常好的帮助 毕竟咱们 谁也不想在 年轻的时候 拿命赚钱 然后到了年老的时候 去拿钱续命吧 这个真的还蛮不值得的 会降低自己的生命质量 何苦呢 那么好了 这本书它讲的 没几个点呢 其实有三个点 第一个点的话 是打破八小时的 一个传统定时 第二个的话 是独创的R90 睡眠修复法 第三个的话 是通过调整生物中 咱们来重新定义 自己的睡眠 然后我来从这三点 来跟大家讲 首先呢 这是一本 从事了睡眠研究 近30年的睡眠教练 写给我们的科学 睡眠指南 所以说里面的东西呢 绝对是靠谱的 还得到了各国的 顶尖运动员 和商业精英们的 一致好评 大家可以相信它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 这个如何打破 八小时的睡眠误区 一提到这个 睡觉这个事儿 你可能会告诉我说 哎 我是不是得睡够八小时 其实并不是的 这个八小时呢 它其实上是一个平均值 在我们的生活里啊 既有每天睡4.5个小时 就够的撒切尔夫人 也有每天要睡 10个小时的菲人博尔特 所以说如果你用 大家的平均时间 要求你自己的话 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你会时常挂念着 自己有没有睡够 这个平均时间 反而会焦虑 反而会睡不着 所以说科学的方法是什么 是把握R90睡眠周期 就是说每一个睡眠周期呢 它都是90分钟 而如果你在睡觉的时候的话 你以90为单位 来进行一个睡眠的话 你会发现 自己刚刚好就醒来了 比如说咱们的这个睡眠周期啊 一开始你可能有点迷迷糊糊的 这个时候别人一进来 你可能就醒了 慢慢的话 你的那个会慢慢的 你的情绪会慢慢的去下沉 然后你的这个 这个呢 其实是在为你的深度睡眠 来做好一个准备 但是呢 在这个阶段的话 其实上那些家里面 有孩子的妈妈的话 她会在听到孩子的哭声后 立马醒了 这也是为什么妈妈 其实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件事吧 然后接下来的话 你就会进入到一个深层式的一个睡眠 这个时候呢 一般别人是叫不清明的 如果被叫醒的话 你整个人会觉得非常的不爽 接下来的话 有了深层式睡眠过后的 你就会进入一个快速的眼动期 就是做梦的时期 当你开始做梦的时候的话 其实你整个人的话 是处在一种半睡半醒的状态 所以说啊 咱们真的是 如果想要养成一个很好的 这个睡眠习惯的话 一定要科学 要从这个R90开始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用好这个R90呢 首先的话是说 你要在这个睡前的一个小时 尽量去做好一个入睡的准备 这是比如说 如果你决定11点钟睡觉的话 那么最好从9点半开始 你就别再玩手机了 也别再看电脑了 因为这个时候的话 手机和电脑里面 它所释放出来的一个难光 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兴奋 也会让你觉得很难的去 就是会影响到你的 褪黑素的一个分泌嘛 这样的话 其实你也就很难入睡 接下来的话是说 你在睡前的话 你一定要去调整好一个温度 比如说你可以去洗个热水澡 然后让你的体温的慢慢的降下来 去适应这个温度 让你的褪黑素开始分泌 接下来的话 合适的寝具也是必要的 这个冬天的话 去盖一些羽绒杯啊 然后夏天的话 去盖凉杯这种事情 相信也不用我告诉大家了 接下来的话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什么 就是在睡前 你一定要去用一支笔 来写下你这个脑海里 那些纷繁复杂的思绪 因为很多时候 一个人之所以会睡不着 往往是因为 他的脑海里面思绪过深 就是说你人虽然休息了 但是你大脑 其实他还在高度的活跃的运转 而这个时候的话 你闭眼的时候 你满脑子想的 要么是发生在过去的事 要么是未来即将发生的事 要么是今天发生的事情 你说吧 你怎么能睡得着 那么如何才能够去整理起 一个好的这个思绪 来让自己学会静下来 来让自己的大脑休息呢 我们来聊一下 关于影响这个事情 这本书呢 来自于美国的嘻哈教父 福布斯的年度商业人物 也是曾经连三分钟都 进不下来的Rush少年 他认为的话 其实你的成功的话 一直根据于 你所经历的那些临近时刻 换言之 你知道每一种幸福与喜悦的感觉 并不是说你向外去寻找 你用了多少东西 你得到多少鲜花和掌声 而是说你真正意义上的 与自己在一起 与当下这个时刻在一起 就在这边的话 我给大家简单的举一个例子吧 就比如说一个跑步的人 他在跑步的时候 其实跑过终点 那只是一瞬间 收获鲜花和掌声 那也只是一瞬间 而重要的并不是那一瞬间 而是在这个奔跑的过程中 去享受在奔跑过程中的 每一次呼吸 心跳的一个跳动 然后去享受这个脚步 一搭一搭一搭的 这个踩在马路上的声音 因为这个的话 它是一个过程告诉着你 原来你真正的活着 你的生命力是多么的旺盛 是多么的充沛 这是一个多么值得幸福 感到幸运的事情 那么这本《用安静改变世界》 它讲的到底是什么呢 它讲了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什么样是冥想 冥想呢 它其实是一种 很古老的修行方式 它能够洗去自负欲望 恐惧和不安 帮助你去体谅周围人的感受 不再任由想法牵着鼻子走 所以说每天吧 无论你有多么忙碌 你都要留出20分钟来冥想 就比如说 咱们在进行这一次的分享以前 我有告诉Shirley小姐姐 我说我非常紧张 紧张到我好像 整个人都在发抖 我特别害怕 我说到一半的时候会忘词 甚至在一开始 我分享我自己的故事的时候 大家都在告诉我 说林瑶你的语速 好像有一点快 所以呢 我也很谢谢吧 就是因为冥想的这个事情 它能够让我专注于呼吸 就是在这次分享前 其实我有进行过 长达20分钟的冥想 来教会我自己 如何的去专注呼吸 保持平静 并且现在呢 当我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其实我也会 抽出一部分注意力 来留意我的呼吸 留意我的语言 和留意我的动作 这样的话 我才能够许着去静下来 然后慢慢的去把里面的知识 讲给大家听 而并不是很Rush的 一下子就说完 让大家得不到任何东西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想聊一下 这本书里的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说 如何用冥想来找回 内在的宁静 我会发现 每天我们都会花大量的时间 去打理外在的生活 比如说我们会化妆 我们会买好看的衣服 我们会去赚钱 我们会读书 我们会看电影 我们会参加活动 但是我们却很难得 留出20分钟的时间 让我们的大佬 得到一个真正的休息 而这个呢 特别是在 满满当当制成的时候 我们更是觉得 哎呀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我们快点去做吧 然后呢 也正是因为这种 来不及的心态 才会让你陷入到了一种焦虑 也就是一种稀缺感理 这本书呢 我将在待会儿 与大家分享 而这个时候的话 其实 如果你可以静坐下来 把你的自己 从你的想法里面 给抽离出来 那么你就会发现 其实很多事情的话 它并不如你想象中的 那么恐怖 比如说像分享这个事情 我之所以会觉得恐惧 是因为我害怕 我讲不好 我害怕 我用了大家的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却没有办法 带给大家 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而当我看到了 这些东西之后 这些东西 它就不再的恐怖 而我要做的 并不是把我 纷繁复杂的思绪 用在这种事情上面 而是说 专注于我的每一张PPT 讲好我的每张PPT 这就够了 所以说 特别是在你进行 一个决策之前 你一定要用冥想 来避免极端和 情绪化的决定 然后呢 这样的话 才能避免那些 真正让你后悔 终身的决定的产生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 就是哪些方法 咱们可以用着 来帮我们的生活 变得更好 首先呢 我想跟大家推荐 一本书叫做复盘 因为在生活中的话 我会发现 但一个人在制定 自己计划的时候 他往往会 要么去问身边的牛人 你们都怎么做的 怎么做的 怎么做的 要么就是去看大佬 就是比如说 大佬如果坐到每天 比如说五点半起床 好 我也五点半起床 每天12点睡觉 好 我也12点半起床 但是呢 他们却没有尝试着 去了解自身的局限性 去明白自己 到底哪些地方 是需要改变的 哪些地方做的好 哪些地方做的不好 而之所以会产生 这样子的问题呢 是因为很多人 他们都没有去 复盘的这个意识 他们不会再思考 就是这件事情 我到底是做还是不做 做了这件事情之后 他带给了我 什么样的感受 如果我没有做这个事情 或者是我用一个 别的方法 来做这个事情 他会带给我 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就比如说像我的话 其实我这个月 每天都在坚持着 做一件事情 就是记录下 我每天都做了 哪些事情 然后以及这个事情 带给我的感受 这个呢 让我会发现什么 原来在生活中 有的工作 可能是赚钱多的 但是它却并不是 我真正意义上想做的 哪怕我接下来它 我的承担起它 也会非常的辛苦 我需要用很多很多的时间 来与别人沟通 来化解我的焦虑 然而有的工作 比如说像是 写文章也好 或者是分享也好 它是我喜欢的 我也能够 全情的投入其中 让我自己享受 这种做事的快乐 所以说这个的话 也为我以后 去接下不同的工作 来拒绝别人 来告诉别人 这个事情 我可能真的做不好 你最好去让别人来做 那这样的话 其实就是给自己留有余地 那么也是给别人呢 带来一个便利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去 不停的去反思 不停的去思考 明白自己真正要什么 然后与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本书里面 就是除了 就是这几个观点 我前一张PPT里面讲到的话 它还讲到什么 比如说它有聊到 这个复盘的要点 就是说复盘时的心态 和成果是否有效 在复盘的时候呢 咱们一定要记住去保证一种 开放坦诚和实事求是的一个态度 就比如说很多时候啊 当你与一个人发生了冲突的时候 你在复盘的时候 你可能会下意识地决定 都是你的错 就是你的问题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 为什么我跟你说 你就是不停呢 如果你听我的 不就没这事了吗 但是呢 其实这个心态的话是不对的 因为你在复盘的时候呢 你把责任推到了别人的身上 而并没有去寻找一个规律性的结论 或者是说来通过连续性的一个提问 来反复地验证 这个事情真的是别人的错吗 有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其实人与人之间之所以会有矛盾和冲突的话 只是说 大家都很努力地去表达自己的好 但是呢 却没有以对方需要的一种方式 来传递给别人 而这个时候的话 当你记下来了这一点的时候 你的这一次复盘呢 也就是成功的 而在下一次呢 当你与别人就是有沟通的时候 你会时刻牢记的这一点 原来我不可以在一段关系里面 把我自己看得太重 我要试着后退一步 来看清楚这个关系 来多给别人一些说话的空间 和一些发表自己感想的空间 而不是我一个人去叨叨叨地说个不停 那么这个 那么好了 我们来聊一下啊 什么时候复盘呢 答案是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任何时间 只要你想 你都可以复盘 你的这个复盘 既可以是你每天的复盘 每一件事情的复盘 你也可以是每周 每月 每年的复盘 这个复盘的话 其实上在其他的一生里面呢 牛比歇夫呢 他也会用到过 他也会根据就是 以前的一个时间的一个使用情况 来记录就是安排 自己以后要做哪些工作 都分别需要什么样的时间 所以说啊 我觉得复盘 其实上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因为只有学着像过去的自己学习 你才能避免同样的错误 连着翻两次 当我们在聊到了 像是冥想啊 复盘了之后呢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慢慢地有去了解到自己 而这个时候的话 咱们就用一本书 来进行一个收尾吧 这本书呢 其实上它的名字叫做稀缺 里面的核心观点是 可怕的不是自愿的稀缺 而是你的稀缺心态 在生活中呢 我们会常常发现 有的人他会后悔过去 会忧心未来 会急于求成三分之热度 遇到一点事吧 总是反复无常 做完一个决定 啪啪啪打脸 其实这个都是因为你的稀缺心态在捣乱 当你过度地去渴望一件东西 一个事情想要去追求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就会把你的所有的注意力全部放在那个事情上面 尽管对一个工作 一个有那个deadline的工作来说 这个事情呢 也许是好的 它能够帮助你专注在其中 这不有句话吗 叫做DBL永远是第一生产力 然而呢 当你过度地把你的精力专注在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会特别的想要去渴望用它 它会让你去忽视掉很多别的东西 它也会让你的思维呢 那变得就是很狭隘和片面 而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你用来决策的话 那可实在是太糟糕了 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吧 一谈到旅游 一谈到环游世界 其实大家都会说 我没有钱 我没有钱 其实真的是没有钱吗 并不是的 有一个女孩呢 她在网上分享了自己 就是用了四年的时间 赚到了三十万 然后环游世界的一个经历 你会发现 其实当她把她的目标和任务 进行了一个拆分之后 钱这个问题啊 真的只是很小的一个点 只要是你去赚钱 那钱总会来的吗 那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比如说 签证怎么办 机票怎么办 酒店怎么办 行程怎么办 其实这些点呢 都是你需要考虑的 但是当你把重心 集中在了缺钱 这个事情上的时候 你满脑子想的都是缺钱 你满脑子都会举于求成 任何与钱有关的经历 你都会扑上去 而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实际上要骗你的话 那简直太简单了 设下一个 以前有关的一个漏洞和一个局 然后引你入坑就好了 所以说啊 这也印证了我的父亲 以前跟我说过的一句话 叫做 就算天象真的掉馅儿饼呢 你也得先把我完准备好了 不是 好了 那么这本西却到底讲了什么呢 它是一本揭示了 穷人为什么越来越穷 盲人为什么越来越盲的 内在成因的书 并提出了如何用于闲 来牵制西却的一个应对之道 那么什么是于闲呢 于闲就说你做事情的话 你要留有余地 我相信呢 比如说大家在接到一份工作的时候 一开始的几天的话 总是会觉得 哎呀OK啊 我有时间啊 并且如果你及时的把这个工作做完 然后交给了领导 领导也给了你答复 你觉得嗯 我很开心 我又做完了一件事情 我不忙了 而工作工作 最怕的是什么 一开始这个领导觉得 啊 有什么问题啊 我觉得挺好的啊 结果在工作提交前的一个小时 突然告诉你 哎 不行啊 这工作你不行 你得再 你得再补充一个什么样的知识 而你却发现 要补充这份知识 你至少需要花两到三个小时的时间 一想到要加班 你说你反还是不反 那么什么叫做用余线来牵制戏谑之道呢 就是说你要时时刻刻的 为你的自己的生活所留有余地 就比如说你在很 你不是你在工作的时候吗 咱们就要去及时的注意到你的休息 而并不是说在忙的 累到不行的时候在休息 因为当你的耐心值耗尽的时候 你的情绪呢 其实也会降到谷底 也会非常的容易去做一些 就是真的会让你后悔中生的决定 而这个的话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你完全可以在 比如说做完了一件事情之后 及时的去进行一个休息 然后及时的去 恢复一个体力和一个情绪状态 这样的话 后面的事情你也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说工作也好 生活也好 这是一个持久战术 大家千万不要去 指望着能够把一年的工作 强行塞到一天里 因为这样的话 真的会让你很辛苦 并且效率会非常低下 到了上面的话 我今天的分享呢 也就快要告一个段落了 然后呢 我想跟大家聊一下 我的一些成长感悟的话 就是曾经呢 我觉得林瑶呢 也算是一个天之娇女吧 这是出生于一个书生门 书香门第十家 从小到大呢 父母呢 也给了我很多东西 像是给了我很多资源 很多钱方面的帮助 也让我能够在18岁那年呢 就去国外念书 然后去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呢 也可能也正是因为 父母工作的忙碌吧 所以说我可以算得上 是一个留守儿童 就是在我非常需要 我的父母的认可和帮助的时候 他们并没能够及时地去回应我的情绪 去及时地给予我一些好的反馈 所以说这就会让我在 面对这种情感方面的时候呢 我就特别去在意别人的一个评价 后来呢 通过这个八九个月的读书和写作的话 我发现我慢慢的话 能够通过这个知识的智慧 去调整我自己 调节我自己 然后慢慢的去放下对外界的评价 去充盈我自己的内心世界 而冥想这个事情呢 它实际上也是帮助了我 得以去装置于这个每一个当下 然后呢 我就会发现了一件事情 其实你每天所经历的一切 和你看到的一切 都是上天的赐予 一花一树木 然后一一一石 你遇到的每一个人 经历的每一个事 他们都是上天赠予你的礼物 都值得你去好好的珍惜 好好的对待 所以说你一定要保持着一种 爱的心去面对你周围的人 用一颗爱的心去 好好的爱你自己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当你真正有需要的时候 整个宇宙都会来帮你 所有你想要的一切 你都能够把它吸引过来 所以说呢 在最后我希望给大家三个建议 来帮助你们少走一些弯路 这也是我今天分享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渴望吧 第一个呢 是要以一种正确的方式来爱自己 耐心的观察自己 用心的了解自己 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 而并不是说去 看一些大牛的经验啊 一些教训啊 一些访谈 或者是去活成别人眼里面 期待的那个样子 不是的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不同的 你一定要活成 你自己期待的样子 就算今天你要在这里 跟你讲了再多的 与读书和写作的知识 你也一定要 怎么说呢 就是你也一定要去形成 你自己的一套方法论 你的一套习惯 甚至当有一天 你能够就是 在这个平台上面 去分享你自己 与读书和写作相关的 一些见解的时候 这些东西才真正的内化 成了你的一部分 第二个的话是说 我们要认识到自我的局限性 因为这个的话 才是突破上线的一个前提 其实呢 每个人呢 它都会有一些局限性 就比如说我在写作的时候 我也会通过于一些写作老师 或者是一些同学的切磋来发现 哦原来这一块的内容 我还可以通过一些别的方式来表达的更好 而如果你总是去听那些 你想要听的声音 去听别人 就是去认可你的话的话 一方面的话 你可能会特别需要这些东西 来承认你的价值 而另一方面的话 你可能会真正意义上错过那些 对你有帮助的东西 而这呢也印证了另外一句话 就是说一定要去学会去接纳 去越见不同 这样的话 你才能把别人的经历和别人的路 当做是你决策的一个信息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并不是说 当听到了一件事情的时候 下意识的就去反驳别人 你说的不对 这样的话 慢慢的你也会丢失到你身边很多真实的声音 那么对你的成长也是还没有帮助的 其实这个呢 也就印证了一句话 你的优点吧 就算我不夸 它也是优点 但是你的缺点 如果我给你指出来了 你不就可以成长了吗 所以说大家要始终去维持这一种成长心态 不停的去认识到自我的局限性 然后不停的去改变 接下来的话 就是第三个点 就是做出决定的时候 你的思考一定要谨慎 你的考虑一定要周全 特别是一个与别人有关的决定 比如说 你要跟别人做一个合作 你就一定得要 就是在合作以前 你就想好了这个事情 你到底能不能做 有多少时间 咱们可以做到那种程度 不可以做到那种程度 其实的把东西给讲明白了 讲清楚了 因为这样的话 你对你自己 对别人 其实都是一种帮助 而如果你明明答应了别人 最后你却发现 我不想做了 我没时间 哎呀 我真的很忙 我实在太忙了 这个时候的话 其实你对别人的话 也是一种伤害 也是一种拔扰 那这样的话 那以后别人有机会 那也不会带你飞咯 所以说 在做出决定的时候 请记得 思考要谨慎 考虑要周全 要给别人方便 也是给自己方便 最后呢 借应平台的邀请吧 我在这里也分享三个 与读书和写作有关的平台 第一个呢 是Super Writer的国际写作课 它的主办方呢 是行动派 费用的话 可能大概在八九千块钱 并不便宜 是一个三天两夜的线下课 然后呢 我非常喜欢这个课 因为这个课的话 它是从大建个人品牌的 这个思路开始嘛 跟我们讲写作的 这个底层逻辑 就是说 重要的 不是你文笔有多好 而是说 你一定要给你周围的人呢 创造出有价值的信息 然后伤口脱狼老师呢 他也是一个 十分nice的人 在课上的话 他会回答你的问题 他也会设计很多游戏 来让你玩 来告诉你 哦 原来这个事情是这么回事 就比如说 关于一开始的 了解你自己的话 这个伤口老师就给了我们 三个问题 来帮助我们了解你自己 就比如说 你从小到大 你最愿意花时间的事情是什么 别人都夸赞你的是什么 你会嫉妒别人什么 其实这些的话 如果你把这三个问题 串联起来的话 你会发现 他的话 实际上的既是你的优势 也是你的渴望 而正是这些东西 才让你愿意去选择 坚持下去 并且不断的成长 所以说 如果你希望 收获写作意义上的 一个底层逻辑 那么这个SuperRata的 国际写作课 你要建议的话 你可以去听一下 第二个的话 就是28天进阶写作特训营 主要是拆手稿和 听手稿方向 这个的话 是咱们这个 洪丹老师青寿 他是青城学院的创办人 也是凡邓读书会的签约作者 也是我的写作路上的一位导师 一开始的话 跟大家聊到的 就是把我介绍给 十点读书的话 就是这位老师 他呢是一位非常nice的人 然后他也会 结合自己的一些写作经历 去跟我们讲 就是说 在写作的过程中 他都有哪些瓶颈 然后他都是如何面对的 然后呢 这个社群呢 他是很有爱的 所以说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报一下 这个社群 另外的话 就是我呢 是在这个社群的 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 独后感 然后书评影评里面 做小组长 然后如果大家 谁想去报的话 可以跟我说一下 我来给大家 争取一下优惠 然后最后的话 就是咱们这个公众号 术语人间的一个同名读书会 然后我放在这里呢 其实也是给自己摸摸打个小广告了 这是我自己做的 然后可能做的的话 有七个多月 性质的话 跟咱们这个平台是类似的 只是可能活动的 就是书的分享的话 没有这么的频繁 然后呢 可能专业度的话 也是需要向咱们这个思辨读书会 多多学习哈 现在的话 主要是我的话 会在里面分享一些 我读过的书 然后我的写作经验 包括我的一些 杂些杂粑的一些事情 然后有的时候呢 这会是一个聊天 和一个灌水的群 就是如果你有烦恼的话 你可以在群里面讲出来 然后大家都会帮到你 所以说这个读书会的别名呢 其实叫做林瑶 与他的朋友们 好了 讲到这里的话 我今天的分享就告一段落了 首先非常谢谢大家的时间 也非常谢谢大家 愿意在今天晚上 与我在这里一起 听我去讲这个 我在读书和写作方面的一些感悟 也真的很希望我讲到的内容呢 真正意义上的对大家有所帮助 很抱歉 就是在一开始的话 我这边电脑有一定的问题 所以说我并没有在这个 写下里介绍完以后 及时的切入进来 然后加上可能是一开始的分享吧 所以说也会有一点点的紧张 然后呢 可能语速的话 这些也会有点快 这个步骤的地方呢 还望大家多多担待 然后呢这里呢有两个联系我的方式 第一个呢是左边的这个 就是我自己的公众号 叫做书与人间 它是一个想和你一起完成 读一万本书的人生理想的公众号 每天呢我都会读一本书 然后放一篇稿子上去 如果你自己想要去读那一本书 然后你又不确定 自己要不要读的话 你可以在后台 或者是私信我 然后告诉我说 哎这本书你能帮我看一下吗 然后最近的话 其实主要是读的这个 制用类的书 就是个人成长 还有这个 为人处事方面的书 有的时候呢 也会涉及到一些观念内 和故事内的图书 明年或者后年的话 等我的比例再提高一点 我可能会系统的来 讲一下就是文学吧 然后希望这个能帮到大家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右边这个 右边这个呢 是我的一个个人微信公众 微信号 然后呢 欢迎各位扫码来聊 然后呢 这个微信号里面呢 其实就是我自己啦 然后就是我的话 最近可能会对读书啊 运营协作课这方面 比较感兴趣 如果呢 想要和我一起 在这方面有更多了解 和技术的小伙伴们 就欢迎扫码来聊我 然后以上呢 便是我今天的分享 再次在这里 谢谢大家 有位前期的这个 频繁打断和这个准备步骤 给大家道一个歉 然后呢 现在呢 就是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 想要问我的话 都可以把它发到 这个room下面的 这个question里面 然后我会一一 为大家请请一个解答 现在呢 我们就把话筒 交给我们的主持人吧 好的 非常感谢林瑶的分享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会进入到这个QA的环节 大家可以在QA的这个 这个button里面 去打下你对这次分享的 一些问题 目前已经看到 有四位朋友 在这里提了不少的 非常好的问题 然后我会花大概 一到两分钟的时间 简单过一下 我们四辨读书会的几个平台 以及我们的这个二维码 首先的话呢 是我们四辨读书会 有的幕布 是我们的这个合作专栏 然后我们在幕布上 有一个专门的四辨读书会的 一个笔记专栏 接下来会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边的话呢 在这个标签上可以看到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我的屏幕 对吧 可以在右边这个标签上 可以看到有一个 四辨的读书会的专栏 然后其中的话 已经包含了我们读书会 整理到第95期的一些笔记 这里的话 往期的一些精彩的回顾 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然后再回到我们这个 今天的这个四辨读书会的 这一块来给介绍 目前我们在招募支援者 支援者这一块 我们分为两个类别 一类是像今天林瑶这样的领读者 来做线上分享 然后一类是 对 把视频的那个分享打开了 跟大家亲切的做一个 然后第二类志愿者呢 是像今天我做的这样 作为活动组织者 然后可以参与到内容的制作 以及这个活动的组织分享 还有我们网站平台 或者公众号等等的 这些建设上 然后通过加入我们 这个志愿者团队的话 你会失去一些 自己的时间 但是你可以得到一个提升 个人影响力和品牌 的一个平台 也可以得到一个锻炼自己 知识归纳总结的一个机会 还可以结交世界各地 各领域精英的一段缘分 以及讨论和分享的时光 然后同时我们读书会内部呢 也在制作内部的一个众筹的好的书库 也可以获得我们这个电子书库的一个内容 然后这一页的话呢 是我们几个二维码 左边的话是 四边读书会的微信公众号 可以扫码关注 获得我们接下来的活动预告 以及往期的笔记整理和视频的一个整理 中间这个是我们读书会的志愿者的这个小助手的账号 小码可以加入到我们读书会的群里面 目前我们的群是已经到第九个群了 然后第三个尔码呢 是可以联系我们的志愿者宋 然后报名参加 成为我们像林瑶今天这样的领读者 好的 然后今天的这个分享非常精彩 我自己是有参与到这个跟林瑶一起互动的 将近的有长达一个月左右的这个准备过程之中 林瑶小姐姐呢 是非常用心的准备今天这次分享 然后而且今天这个分享 大家可以听到就是不仅声音非常动听 思路很清晰 而且干户满满 在准备的这个过程之中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在要在一个小时之内浓缩 将近有十三本书的一个精华 中间我们还砍去了将近五本书 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不仅要把里面的最重点的东西体验出来 还要再把这十三本书的内容分类 并且做这个做好他们的这个逻辑顺序 的一个启程转合 然后通过今天这样一个storytelling 像乔布斯的这种方法将它讲出来 最后背后我们分享者还有志愿者们 其实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然后所以看到今天这个大家反馈都很好 我觉得非常欣慰和开心 然后我自己的话呢 通过主持这次活动 也收获很多 就是每次能够邀请到非常优秀的嘉宾来 我们思辨读书会分享 也能从中收获到他们的一个阅读习惯 写作习惯 以及他们的这个 自己在培养自己习惯 以及 还有坚持这件事情上面能够获得非常多的激励吧 然后今天我整个这个 今天的这个分享上 我自己的一个take away 我想分享一下 然后也希望每个人可以在这个chat里面 写一写你自己在这次分享之中得到一个value 以及你可以带回去分享和执行的一些行动 然后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在queer里面打上来 然后我自己这个take away的话呢 是有三点 很简单 第一就是要找到人生的这个core value 就是比如说是happy啊 或者说是健康啊 或者说是要有找到内心的瓶颈啊这样 然后第二点的话 是在有这个core value这个指引之下 通过今天我们提到几个字话题 比如说阅读写作 还有自我成长发现提升等等这些途径 来帮助我们达成之前提到的这几个core value 将我们每天的一些行动 以及时间的这个分配 然后映射到这几个核心的价值上面去 然后第三点很重要 我觉得也是我今天收获最大一点 也就是享受这个过程 而不是刻意去追求最终的这个结果 在过程的这个 享受这个追求的过程之中和坚持的这个过程之中 我想是最能够提升心性以及磨炼灵魂的一个过程 就像道胜和夫在他的那本书里面有提到一样 好 那我这边就不废话了 接下来进入我们到 进入到我们这个QA的环节 QA这边已经有七位小伙伴踊跃提问了 那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来讲吧 第一个问题是小微题的问题 林瑶可以听到我说话就 林瑶这边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测试一下 似乎我们这个语音有一些问题 我通过微信联系一下 好 我微信联系嘉宾 可以尝试退出再登录 这样能够听到我的声音 还有一个问题呢 是让嘉宾现在正在退出 然后重新登录中 然后大家稍微等一等 有一位小伙伴叫做Sever Ken 分享今天印象最深的一段 是微习惯这一段 跟他在工作上遇到比较难的事情的时候 有点相关 在遇到比较困难的事情的时候 会鼓励自己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一步一步拆分困难来解决 哈喽 嗨林瑶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好 今天这个似乎我说话 我跟嘉宾的这个通信上有一些问题 不过没关系 我可以通过 就是 在干什么 我把这个问题单独发给讲师 然后讲师这边 可以对问题来做一个解答 好的 现在我来回答一下群体小伙伴的提问 抱歉 我这边的一直听不到大家的声音 所以sorry 第一个是杨小卫吧 我应该没有读错 问题是 老师好 我有两个问题 请问写小说也是需要先写好提纲 然后再慢慢写吗 第二个 当想表达什么观点的时候 如何避免写东西的时候 内容都是情绪和感悟 不够细节 不够打动人呢 首先我想先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 答案是是的 你在写小说的时候呢 同样也要写好提纲 并且小说的话 它有别于就是图书解读稿 它的话是一个再创作 就是说你要建立起你的这个世界观 然后呢 同时呢 你要建立起就是不同的人物 他们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然后会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 在这个事情上面呢 都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这里呢 有一本书可以推荐给大家 名字的话 应该是叫 三十天写出你的第一本小说 大概是这个名字 等会的话 我会去搜一下 然后再想办法发给大家 然后第二个的话 是想表 当想表达什么观点的时候 是不够细节和不够打动人的话 这个的话 其实上是这样子的 就是平时的话 你要去学会去观察 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呢 带给了你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比如说我在这里的话 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给这个本子 我看大家能不能看到 有一个本子 然后我来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本子上面都写了什么东西 就是今天的话 我是有跟一个朋友聊天 然后呢 却我一直都在试图帮助他 却给了他一种 就是我在控制和质问他的感觉 可能是我在不停的向他提问 但是他没有做好 去回答这些问题的准备 所以说呢 我这个这个呢 他是今天发生的一个故事 然后呢 后来我才发现 其实我并没有抱着 全然开放的心 去举下他的感受 并且我在后来的话 我对他的话 也没有什么耐心 然后也承讨问题很多 其实这个的话 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就是去留意自己的感受 和一个事件之间的一个关系 就是说平时的话 你可以尝试着先这么来 就是比如说 你看到今天发生了一个事情 比如说我听了一个分享 这个主角人讲了个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呢 带给了我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然后这样的话 实际上你可以 已经出现了一篇很小段的文章了 然后如果你想要去描述 去描述你的感受的话 你可以说 啊我今天觉得很开心 因为什么什么什么 用因为的这个句子 来去试图解释你的感受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回答的 是不是很想想 如果有什么需要 在增补的地方 欢迎小卫再继续提问 然后接下来 我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 这是一个匿名的参加者说的 如果第一天睡9个小时 而第二天因为各种原因 只能睡7.5个小时 这一天会很不舒服 有取舱器 虽然满足R90原则 老师有这样的经历吗 怎么克服这种不舒服 这个的话 其实在《睡眠革命》 那本书里面 作者是有聊到过的 他的话是这样子说的 就是呢 偶尔的话有一天你睡不好 其实是一件 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 就比如说 我才来到这个青岛吧 这个房子的第一天 因为是我朋友的家嘛 然后我的话 那天晚上我也就失眠了 而这个时候的话 其实你要学着去 安抚你自己的情绪 就是说 偶尔有一天睡不好 也没有关系啊 那我自己爬下来 我看会儿书 我追个剧 我干个别的都行嘛 只要是我第二天的话 我能够多去晒太阳 保持一个情绪稳定就好了 你并不需要每天都睡够 一个固定的时间 因为其实这样的话 也是蛮难做到的 并且可能你会因为工作 或者是生活里的压力 然后会要求你 可能在一段时间里面 需要去减少自己的睡眠 但是这件事情的话 如果七天里面 有多于四天 就是比如说 你有个五六天 你都这个样子的话 那个就不行了 那个的话 你就要去留意一下 你的这个睡眠的话 是不是出了 就是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 然后并且的话 我想说的是 就是你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你到底是 因为什么样的原因睡不好 比如说你可能是因为 在睡前玩了手机 或者是你可能 因为在睡前的时候 比如说你的脑海里面 思绪太多了 或者你也可能是 因为一些别的原因 比如说温度啊 湿度啊 这些都不合适 这个的话 你是需要一个记录的 比如说同样是在 这个本子里面 我的话其实就记录下 比如说 算是2019年的6月10号 然后我就会记下 就是我的话 六点半起床的 然后我昨天晚上的话 睡得怎么样 我都做了哪些事情 没有做哪些事情 然后这样的话 它其实也是一个 很好的自我了解 所以说你说的问题 其实我也是有的 但是呢 你并不用太担心 如果一个星期 只是偶尔发生 那么一次的话 并无大碍 就是take easy了 很多时候很多人睡不好 说句老实话吧 真的是因为内心 太过于焦虑了 还有的话 可能就在这里 给大家推荐一些冥想吧 就是多一些 睡前的冥想 比如说 一个15分钟 20分钟的 一个深度练习 然后专注在你的呼吸 做一个放松 这样的话 你的睡眠质量 也会提高很多 希望有回答你的疑问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回答一下 Macro里的问题 读书笔记 太耗费时间和精力了 像拆说法这个事情 经常导致半途而非 或是花了很长的时间 做了完整的笔记 但再也不想看 老师的读书笔记 只是一张导图吗 读书笔记 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详细坚持呢 其实上并不是的 我的画这里的 放导图的话 其实上是为了方便 就是在讲的时候 告诉大家 这本书里面的 核心内容是什么 在我的公众号里面 比如说 如果你去搜 一本书的书名 然后你可能会发现 我对这一本书 我不仅做了一份导图 我还写了一篇 很详细的文章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解决一下 这个读书笔记 到底怎么做 才能长期坚持下去 这个的话 实际上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首先的话 还是从选书这件事情 就是你要对这本书 我感兴趣 就比如说前段时间 我有看到 咱们这个试炼读书会里面 有分享过一个GEB 其实这本书的话 说真的我也看过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该记什么 因为这本书 说难听点 我现在都没什么兴趣 所以以后 我可能会去看一下 这位大神的一个分享 所以首先的话 还是从选书这件事情 你要去选那些 你感兴趣的书 他们要能够去帮助你 解决到问题 或者给了你一种 很美好的体验 这样的话 你才会愿意去 记笔记 你说对吧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讲一下记笔记 这个事情 你的话其实并不需要 去一字一句的详细 去摘录这本书里面 到底带给了你一种 什么样的感受 和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你在很多时候 你完全可以去 比如说 就是写下一点两点 或者是三点的启发 用你自己的话 很简单的去写一下 然后在旁边去写一下 就是你打算 如何把这本书的内容 运用到你的生活中 以及你的思考都有什么 那这样的话 你说这本书 咱们是不是就变得很有趣了 另外的话 还有一个方法 然后我看一下 这个方法 我待会也把它发到 这个群里吧 它是前段时间 我读的一本书 叫做麦肯锡 精英高跳阅读法 然后它的话是说 如何通过建立读书档案 我在这里的话 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就是记录一下 这本书里面的观点是什么 你决定怎么用它 你现在决定怎么用它 三个月以后你怎么用它 我觉得这个的话 我会想办法找一下那个图 也是发到这边 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看一下 整体来说就是 笔记这个东西 其实上是写给你自己看的 怎么舒服 怎么来 怎么能坚持 怎么来 怎么开心 怎么来 然后接下来 我来看一下甜甜的问题 每天一本书 总觉得时间一长 就不太记得太多内容了 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这个问题的话 我有两个思路 第一个思路的话 就是很简单 咱们要记笔记 真的要记笔记 并且一定要输出 有条件的话 就比如说咱们可以写在一张纸上 然后或者是 就是发到你的朋友圈里 今天我读了一本什么样的书 他给了我什么样的观点 带给了我什么样的启发 以后我决定怎么做 这个是一点 然后如果是你还有额外的时间的话 其实你是可以 比如说再吃豆瓣啊 或者是新的头条 简书 还有像公众号上面去 发你自己的一些读书的笔记 和一些新的感悟 说不定哪天天上会有一个编辑过来 找你说 哎甜甜 我觉得你的书写的挺好 要不然咱合作一下 我寄书给你看 就像现在的话 其实我很多书都是编辑寄给我的 这也是一个打造个人品牌的方式 还有的话 其实就是咱们群里的这种形式 分享 把你的东西分享出来 一开始的话 你可以讲给自己听 然后讲给你的家人听 讲给你的朋友听 你也可以在群里面分享 不管是在咱们这个思辨读书会里面 做这种一个小时的分享 或者是你跑到 比如说来我这边的读书会 然后你写一下你的感悟 相信都会有很nice的人跑过来 就是跟你讲 哎我觉得你这本书 其实对我帮助还蛮大的 这个就还蛮有意思的 大家一定要去利用这个社交平台 来进行一个分享 因为这个的话 也是你的个人品牌的一个部分 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 大家的话 其实也需要通过社交平台 这种方式来发现一个同频的人 然后来开展后续的合作 希望能够解答到你的疑问 还有别的问题吗 林姚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那本小说和那个就是 那个方法我来找一下 然后我发都要去 我要不发给Sherry吧 后面还有将近七位小伙伴的问题 我们会在联系分享者进行解答 大家稍微等待一下 这个通信过程 今天会稍微有点麻烦 不过我们都会解答的 我们都会解答的 谢谢大家 在嘉宾在阅读问题的过程中 我聊一聊 聊几个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黄产余同学的问题 读书和实践的结合怎么去做 这个的话 其实像是这样子的 就是任何不以实践为读书的 读书其实都是在浪费时间 对 作为一个读书人我是这么想的 当然了 咱们也有一些书像是《红楼梦》啊 这种文学类的书 咱们是为了给它到一种很美好的感觉 但是呢 如果咱们真的是花时间 在一本致用的图书上 还是希望有点用的 如果要时间的话 首先还是回到选书这一步 就是你一定要去选那种 真正意义上能够帮到你的 而并不是去读那种什么大咖推荐的呀 或者是网上那种书单 只是真的对你来说 用处不一定有很大 就比如说可能林瑶吧 这段时间会比较关心 像是亲密关系一类的话题 所以说我就找了一本叫做 克里斯多福写的亲密关系序 无据无数的关系 然后会发现里面有很多观点 都能够打动我的心 然后呢 我读得也很开心 然后呢 这本书呢 对我最大的启发 可能就是你与世界的关系 其实上是你与自己的关系 当你能够学着如何去爱自己的时候 你也就学会了如何去爱这个世界 去珍惜这个世界 带给你的一切美好事物 而这个的话 在我生活中的时间的话 可能就是与我朋友的交流中 去尝试着学着 如何去 就是体会到 体量到别人的感受 而并不是只是专注于去讲我到底是谁 告诉别人我很厉害 然后呢 后来的话 确实有了一些蛮大的感情 至少很多朋友会觉得 好像跟我说话的时候 我温和了很多 并且我会不断的用提问的方式 去启发别人的思考 尽管有些时候 可能也会觉得太 aggressive 但是我相信我会慢慢的改进的 我希望能够回答你这样的一个疑问 就是说 咱们在 想要把读书和时间给结合起来的话 还是说 希望就是在读的时候 记下对你有启发的观点 以及你会怎么做 并且学会去运用它 紧张 是时候接受组织的检验了 还有大概六个问题左右 然后我这边正在跟嘉宾沟通中 然后大家请稍等 然后大家请稍等 接下来我们来回答一下 这个Jack Jordan的问题 写作中的创意和幽默 如何去训练 分享者有好的建议吗 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像是这样子的 就是每个人的心里呢 他都住着一个小小的艺术家 然后我们每个人的话 其实都是会有很多灵感 很多创意和很多启发 但是呢 可能这个社会吧 就是大家都太忙了 压力也特别大 特别每天看到周围人的 一个二个成功启示录 每天都特别着急 于是说也就让我们 慢慢的去活在了 别人的世界里面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的思路也就被打压了下来 所以说如果你想要去 得到写作里的创意的话 那么我有两个建议 这本书呢 来自于唤醒你的创作力 在那个数据人间里面有 然后它的话 是美国的创意教母 准备的一个12个课程 我这里的话 给大家讲两点吧 第一点的话 就是说一个晨间日记的习惯 就是说一觉醒来的话 其实你可以拿笔去写下 你脑海里面流动的这些思路 睡前的话 你也可以这么做 然后呢 它并不一定是一篇 成体系的一篇文章 它可能只是你的一个想法 你开了一个劳动 比如说可能 林药会这么写 就今天的话 我准备写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话 可能是关于时间管理 然后我的话 会要去找这方面 这方面的材料 它的话 其实上只是一个心得 和感悟的一个记录 因为这些东西的话 如果咱们不记录的话 它们就会流走 所以说的话 你每天早上起来的话 其实可以拿一张纸 拿一支笔写一写 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 就是与你喜欢的一切在一起 比如说 如果你可能会 我举个例子 你可能会喜欢去看花剧 或者是看展览 或者是喜欢旅行 那么你就可以去多 安排自己一些时间 去做这样子的一些事情 然后用一句惯有的话来说 咱们就是学会独处呗 然后在独处的时候的话 你就会发现 其实你的心中的话 也是有很多很多的灵感 不过这件事情的话 成立的前提条件 一定要是 你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喜欢什么 然后这个的话 其实也就回到了 复盘的那本书里面讲的 就是每做完一件事情之后 你要及时的去反思 去思考 这个事情 它到底给你带来 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如果你做或者不做它 它会给你带来 一种什么样不同的感受 然后这样子长久以往的话 你也会明白 原来与自己喜欢的在一起 是这样子的幸福的感觉 然后这边是分享一个小故事吧 就是林瑶的话 之前的话 在家里面 其实我房间还蛮乱的 每个月可能得花个 一两万块钱买东西 但是我来到青岛之后 我发现我现在每天只会 留一些必备的生活品 每天房间也很清爽 这样的话 其实我的内心世界 也是很快乐的 因为我知道 我并不需要那些外在的东西 来证明我是谁 所以说Jeff Jordan 你平时也可以尝试一下 去多花一些时间 和你自己在一起 去享受你的生活 记录一下你的灵感和火花 你会发现 其实你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家 你也是一个很创意 且很有幽默感的人 谢谢大家的踊跃提问 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 都可以发过来 然后我这边尽量和大家多解释 这真的很抱歉 我这个电脑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直听到大家说话 我觉得很奇怪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黄浩的问题 谢谢零一的分享 受益匪浅 有三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 第一个关于读书 如何运用书中所学 实践与生活 有什么小技巧可以分享吗 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我刚才是我回答过的 那么我再讲一下 首先书中的所学要运用于生活的话 你一定要去介入一个读书档案 这个读书档案的话 可以分为下面的四个部分 待会儿我会让Sherry帮忙 发到群里 第一个部分是 这本书它是什么个名字 谁写的 干了啥 它的简介 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这本书里面有哪些观点 它是有打动到你的 然后第三个的话 就是说这本书里面 它决定会给当下的你 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改变 第四个的话 是你决定用这本书的内容 去三个月以后 发生一个什么样的改变 在这里的话 我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我就拿冥想这件事情来说吧 一开始的话 其实一个多月以前 我是不冥想的 并且我并不知道 冥想是个什么东西 直到我读了这本 纳塞尔写的这本冥想的书 发现自己其实也是一个 很匆忙的少女之后 我就开始冥想了 然后我是这样子的 我当时就记下来了 其实你的幸福的话 源于你的每一个当下 而并不在外面的世界里 相信刚才在聊天的时候 有小伙伴聊到这个点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冥想计划 就是说当我觉得 我自己压力山大快要崩溃的时候 我一定要让自己静下来 然后让自己去用冥想 来调整我的呼吸 于是那个时候 我就做了一个叫做 know yourself的呼吸冥想 也是很小的程序 我就做了一段时间 然后发现感觉还蛮不错的 然后于是呢 我就决定做另外一个事情 那就是把这个冥想推荐给大家 如果大家的话 有加我的好友 或者看我的朋友圈的话 里面有一个就是一心里的一个 49块钱一年的一个冥想 然后我的很多朋友呢 都有尝试过 我自己呢 也发现这个确实是一个 还蛮有趣的东西 就是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也是可以进行个购买 贵的话倒不贵了 不过这个的话 还是全凭自己的喜好吧 这个的话 其实就是我用冥想来讲 就是冥想这个事情 它是如何带给我改变的 也希望能够 以这个吧 给大家一些启发 来帮助大家把树林的知识 用到生活中去 刚才好像我有看到两个问题 但是它们不见了 我来找找啊 看到了 接下来我们来回答一下 这个Sleever Ken的问题 印象最深的是微习惯那一段 跟我遇到工作上较困难的事 就会鼓励自己做好利所能及的事情 一步一步拆封困难来解决 你的这个实际上是非常赞的 然后呢 我也想推荐给你另外一个方法 同样呢 是冥想 就是比如说 其实今天在分享以前 我是觉得这个分享 对我来说还是蛮恐惧的 因为也是第一次去驾驭 一个这么长时间的分享 也真的很害怕 就是没有给大家带来 很有帮助的东西 所以说呢 我当时的话 就有去关注我自己的呼吸 和我的思维 然后会发现 我之所以会担心是因为 有那几个方面的原因 而我之所以会担心是因为 我把时间都放在了未来 这根的话 其实上就是说 咱们呢 每个人吧 其实都会有很多想法 比如说可能 我想要百万年薪 我想要大房子 我想要一段完美的感情 但是呢 确实在年轻的时候 不得不承认 确实是 是吧 梦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那确确实实就是静下来 活在当下 让他的每一件事情都做好 这样的话 慢慢慢慢的 你也就能够收获 你要的东西 就像比如说 回顾到八个月前 我第一次写作的时候 我也没有想到 今天可以来这里 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所以说 你要去认真真的 踏踏实实的做好 你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 时间它不会辜负你 真的 好了 接下来我们再回答的问题是 老师在结尾的时候 提到帮读者留言 在后台看那本书 怎样的步骤有哪些呢 我想学习这个方法 不知是否方便讲解 是这样子的 就是这个的话 它是我自己的一个公众号 然后它的名字的话 叫做数语人间 我的话默默的打开聊天板 然后我来给自己打一个小广告 大家不要介意我的广告 这个呢 是我自己的一个公众号 然后呢 我在这个公众号里面的话 我主要是希望把它变成一个网络图书馆 就确实每个人都很忙 然后一天花个三万个小时 读一本书 确实也蛮困难的 所以说既然我是职业读处人 那我就读给你们听 然后如果 我之所以会提到这个呢 是说就是 你如果对这本书里面 就比如说 你想要读一本书 我们举个例子 少有人走个路 大家都说好 你不知道 这是我 我读还是不读呢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可以去我的公众号里面 找一下有没有这本书 如果有的话 你会看到一篇 这本书的拆解稿 大概是2000到3000字左右 约摸5到10分钟可以读完 如果你的阅读速度比较快的话 你就可以比如说 利用等车或者赶车的时间来读一下 然后如果你觉得 可能刚好有一本书 然后我没有的话 你也可以在后台留言 或者是你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发给我 我的话会把你的这个书的话 给放进去 因为不好意思 因为有些时候的话 就是我的很多书单的话 也是我朋友给我提供的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回答一下 每天一本书 总觉得时间一长就记不住太多内容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这个问题的话 答案是四个字 前两个字的话是分享 分享的话就输出 输出的话你可以记笔记写文章 你也可以跑到群里去讲 你也可以发到你的朋友圈里面 你也可以去社群里面 把你东西讲出来 因为咱们这个4BM读书会嘛 本身就是一个读书三观的社群 大家都是热爱读书和写作的人 那如果你把问题给发现来的话 相信也会有很多朋友 愿意为你答疑解惑 至少前段时间 我在那个领读群里面 跟大家聊了一会儿天 我觉得大家都还蛮nice的 也给了我很多启发 特别是江源的那个 一个人的思路是直线的 应该是一个就是360度的那个 确实给了我很大很大的启发 比那个成长思维和固定思维 讲的可清晰多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 可以讲一下读那么多书 怎么消化嘛 对了刚才的问题 我只讲了前两个字输出 然后我再讲后面两个字 就是说回读 对包括像我的话 就算我是一个职业读书人的话 我也会回读 就比如说这次把得到这个邀请的话 我也是就是把我之前看过的 这13本书呢 又每天又每本书 可能花了10到15分钟吧 重新看了一遍 然后看了一遍之后呢 我才发现确确实实 这本这些书里面吧 有的书里面 其实有很多很好的内容 但是呢 我因为没有把它用在生活中 所以说我也把它搞忘了 然后呢 也是很谢谢这个思辨读书会 给我的这个机会 让我在为大家准备这个分享稿的时候呢 把书给读了一遍 然后并且的话 也是这个原因吧 比如说我才发现 哦原来那个聪明人用方格笔记本 他讲的不仅是提案笔记本 还讲了这个学习笔记本和工作笔记本 但是这个工作笔记本的话 我用的其实就不够多 那我以后的话 其实上那不也是可以多多使用的吗 所以说回读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并且你在不同的年龄段 去读这本书的话 你会有全然不同的感悟 就像我啦 可能八个月前八个月后 读一本写读的书 我的感觉是完全不同 可以讲一下 读这么多书怎么消化 消化的话 那就是在生活中 慢慢的去使用它和应用它了 其实我觉得的话 你每读一本书的话 你相当于就是说 在你的就是脑海里面 埋了一颗种子 这颗种子呢 它就会去 在有一天某一刻 它突然会生根发芽 就比如说关于像是读书的这个事情嘛 就是我一开始分享到我自己的经历 至少我觉得在小学的时候吧 我去读那个资质通鉴的时候 那纯正是因为故事觉得好玩 压根就没有想到过 可能到了初高中的时候 这资质通鉴里面的故事 能够成为我的写作素材 所以大家在读书的时候呢 也尽量带着一种玩耍的心态 去读一些真正印象 让自己觉得很有趣的知识 这样的话 一方面呢 它会在你心中种下一颗 原来读书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的种子 然后就算在未来 这本书可能真的没有帮到你 就比如说可能我去读一本什么 《时间简史》啊 《国客里的宇宙》 它可能真的对我 个人来说的话 帮助并不是很大 但是我觉得至少我吸取到了知识 我也很快乐呀 然后接下来我来聊一下啊 很多道理都懂 就是行动的时候差强人意 往往书的简介知道了 就不想再看了 除非是自己完全不知道的 怎么解决 这个的话 其实我是比较顺其自然的 因为很多时候的话 我也并不是每一本书都看 甚至有的书 我可能看一个序 我就不看了 这个的话 其实上你与书的关系有关 就是你可以把这个书 它当成是一本字典 在你有疑惑的时候 你去查阅它 而并不是说 你要把你的书当成一个老师 去强行逼着自己 记录起书里的所有内容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 就算你全部背下来了 也没有人给你发小红花呀 作为一个繁忙的都市人 那肯定是 咱们是要学以至拥了 当然的话 这个方法的话 并不适用于文学和故事类 大家读文学和故事类的时候 还是要仔仔细细地去提 会作者潜词造句的深意 并且你们会发现 其实这类书还蛮好玩的 就是那些真正意义上 写得非常好的文学书 它就算是虚构类小说 你也会觉得 哇塞 就像是在生活里发生的事情一样 特别有趣 特别有趣 所以说大家的话 有空的话 也是可以 就是多去感受一下 书的一个不同之处 就还蛮有意思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回答 下一个问题 阅读总是很难行动起来 每一天读书 真的没那么多时间 总是计划好读书 但是隔着几天 就没兴趣读下去了 老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你的这个问题呢 其实跟微习惯的话 特别有效 你一般会读不下去的话 实际上会有很多个原因 就比如说没时间 好烦啊 我真的不想读书 没啥兴趣 那这个时候的话 实际有两个思路 第一个思路的话 是说咱们把这个读书的 怎么说呢 就是这件事情 咱们把它想简单一点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一开始 你完全没有读过什么书 你也没什么阅读方面的 没好体验的话 你让我一天读 一两个小时 读个四五个小时的 那我也受不了 那我们要不然就先试一下 微习惯里面的 把这本书呢 拆解一下 就比如说 咱就只制定一个目标 在接下来的一百天里面 两页书 你这样想的话 是不是问题一下子 就没那么具有挑战性了 两页书 哎呀随便了 轻轻松松的 然后这个呢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的话 是我觉得 你可以从时间来入手 就比如说你可以 就是在包里面呢 放一本书 比如说坐公交和地铁的时候 拿出来看一下 然后等人呢 等菜的时候呢 也拿出来看一下 然后或者是说 你也可以就是 比如说你在睡前看一下 或者你在醒来的时候看一下 就是你要养成这个书 放在包里的习惯 就像你养成的手机 放在包里的习惯一样 很多时候呢 你也许会告诉我说 这书好重啊 我不想买 好贵啊 没事 没关系 你可以用那个网易窝牛 或者是像是微信读书 这样的方法嘛 然后你就 比如说你把它弄出来 然后可能你就看一看 觉得哎 还可以啊 再不记的话 你还是读不下去 没关系 我还有办法 你就可以 比如说去听一下 像是凡灯读书会的讲书 或者是你可以去 得道上啊 还有就是喜马拉雅上的话 去听一下别人 大咖的一个分享 这些人的话 他们在这方面的话 都是很有经验的 并且经过了 编辑的几次教队 他们的这些书的话 其实都是对大家 很有帮助的 并且啊 他们都会把它写得 非常的通俗语懂 和口语化 可能有一本书 你读着没兴趣 但你听着听着就觉得 哎 好像还不错 我们可以试一下 再说了 咱们这个四遍读书会嘛 不是每两周 也会请一个大咖 来给大家分享一本好书吗 你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学习 读书吧 它实际上也是 知识的获取方法之一 你也并不一定要 非把它想得太过于神圣 或者是太过于那个啥 你就试着去享受它 injoy它 就像你玩手机一样 然后你会发现 嗯 还蛮有趣的 接下来我们来补充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看那一本书 到底值不值得读 这件事情由我自己做 应该去看这本书 怎样去看呢 这个的话 其实像是这样子的 你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豆瓣上面的评分和书评 一般来说评分在7.5以上的书的话 它都不会踩雷 然后的话书评的话 其实主要是去想一想 就是这本书它到底 呃 与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或者是这本书里面 它讲的内容 和你想象中的落差 是不是会很大 就比如说一开始吧 我想的这个深阅读 可能是在教你 如何很深的去读懂一本书 但是我也是看了书评之后 才发现 哦 原来这本书 它只是告诉你 为什么要读经典 以及如何读经典 那我现在的话 其实以我的比例 和阅读力的话 我是很难的去驾驭经典的 就比如像曾国藩家书 可能我读个一辈子吧 我可能也是觉得 嗯 值得再读 那这样的话 其实这种书的话 我会觉得可能 当下它并不适合我 那我就以后再看看咯 而我之前所说的 那个工程号的话 其实它更多的也是 我把这个书的内容 给提取了出来 告诉大家这本书讲什么 因为作为一个职业读书人 它其实上就是 读者和作者之间的桥梁 你可看也可不看 所以说这个的话 还是随你吧 主要的话 还是我觉得是豆瓣 豆瓣的话 还是比较准的 嗯 也是看到意志力和感觉 那一块才恍然大悟 好的 那今天这边的问题解答 也告一段落了 然后最后的环节呢 就是念几个评论吧 我们之前的分享 欢迎从我的这个公众号 或者是加我的微信来问我 然后我的话 只要有时间的话 我也会为大家解读 希望今天的分享呢 能够真正印象的帮到大家 然后呢 也在这里给这个 思辨读书会的全体志愿者们 道一个谢 从一开始的介绍到邀约 再到确定主题 再到陪我过稿子 再到告诉我什么样的PPT 什么样的分享方式 才是大家最容易接受的 嗯 我很谢谢大家 因为没有你们 就没有今天的分享 所以说 嗯 那么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咯 祝各位在美国的小伙伴们早安 也给各位在国内的小伙伴们 道一声晚安 那么 希望大家每天都开心 嗯 就这样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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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林奥的分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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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